第三千五百零一章 琉鸦显露 站住 陈公大门处 几名下位主神的守门抢者拦截住了王羽廷等人 九公主 圣公已经禁言 禁止任何人进入 毕宁中尉主神过来恭敬说道 放肆 我去看我父亲还不行吗 给我让开 王羽廷冷喝 执意要往里面闯 这几人连忙拦住 道 九公主 请不要让我们难做 圣主闭关前交代过 谁也不能闯进去 王羽廷身后的人也走出来 释放出了河道主神王的可怕气势 逼迫的这几名门卫不断后退 不过 这时神宫中 又一道道身影出来 十道身影瞬间赶来 这十人 都拥有河道主神王的可怕气势 九公主止步 这十人上前一步 爆发河道神威 九公主 圣主闭关 命令我们守护 敢强闯的人 杀无赦 一鸣笼罩在黑袍中 全身冷静的男子说道 韩月 你们还敢对我出手不成 王羽廷怒声道 这人不言 缓缓凝聚出了一柄主神剑 九丫头 你过来干什么 而这时 一道身影也是突然出现 涌动恐怖到威 沐风在王羽廷身后 眯着眼眸望着这人 来人是名魁梧的国字脸中年 想必就是守护的王燕了 三十五 他们欺负我 不让我去见我父亲 王羽廷过去撒娇说道 搂着王燕手臂 你这丫头 真是没轻没重 你不知道你父亲正在做重要闭关吗 不能被打扰 我都过来亲自守护 难道他闭关前没通知你 回去吧 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 王燕摇头叹道 人家只是好久不见父亲 想父亲了吗 既然不能见 我这就回去 王羽廷道 同时 雷则圣心外 嗡嗡嗡三柄恐怖的神剑 出现在虚空之中 这三柄神剑 一金一黑一白红 化为百万丈之巨 涌动大道神威 斩三柄神剑 从太空中披下 狠狠展向了了三楚新门 新门守护的战士 主神 都感觉到了一股恐怖剑气降势 随后 只见一道笼罩天地的剑光落下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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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 轰的一声剑气爆发 冲击新门 三道新门处 数百名战士直接被三道恐怖剑盲灭杀 新门被斩暴 天道领域 被批出三个大洞 而雷泽圣心上 只看见天空突然出现了三个大窟窿 惊人的能量涌进来 形成了能量风暴 化为三股龙卷风席卷大地 不知多少生灵被绞杀 白紫月 暴力虚空 控制三柄神剑 斩 刘鼎天咆哮 化为一尊无上牛魔 挥动巨大神府披下 也披在了一楚新门之楚 凌云 小子 还有彩儿 自己朱雀轻语 这一次都发动了猛烈的主宰攻击 打爆一处处新门 而笼罩的天道领域 这一刻也被打破 在他们身后 拥有五百万大军 笼罩在紫红色铠甲中 雷泽圣心 一座座圣宫之中 一股股属于主宰的可怕气息觉醒 爆发 谁人敢不恭喜我雷泽圣心 一声怒吼响彻天地 一道道身形冲天而起 王庭 也从自己的天主圣宫出现 冲上云霄 出现在外太空之中 五尊雷泽主宰出现 王庭 王鸠 王甘 王坤 王震 除了闭关的王霄 以及守护的王燕 都来到了这里 王庭天主眸光冷冽 望着太空中出现的数百万人马 以及那青海 紫月 牛顶天 小子 凌云 清雨 彩儿等七名涌动主宰气息的强者 脸色为变 七名主宰 你们是什么人 胆敢偷袭我雷泽天狱 王庭天主怒贺问道 这七人终好在没有天道主宰 拓拔青海冷漠道 我们是修罗战族 新的七十二霸主 将取代你们雷泽神族 王庭 今日便是你们雷泽天狱统治时代的终结 修罗战族 王庭等人眼眸密起思索 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心崛起的 可笑 连一尊天道主宰都没有 就妄图来挑战我雷泽天狱地位 劝你们快滚 不然 今日就杀灭你族 王庭天主冷笑道 雷泽圣心上 七百万雷泽神族的神帝级别强者冲天而起 其中还不下万名主神强者 弱肉强食 今日 雷泽神族将被淘汰出七十二霸之一 杀 拓拔青海大吼道 几名主宰 身先士族冲向对方主宰 紫月 牛顶天二人 直奔攻击王庭天主 而下方雷泽圣心 王肖圣宫 王肖圣宫的人们都是惊讶地望向了苍穹震动的天空 暴动的能量和可怕气息 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修罗战族 什么种族 没有听过 竟然敢来挑衅我雷泽圣族 王爷眸光冰朗 对周围人马喝道 你们 都好好守护好圣宫 我去驻战 莫 圣公主神王门应道 杀 而这时 王羽泞突然一剑出现 狠狠刺向了王燕头颅 王燕反应惊人 竟然瞬间一掌抓住这一剑 恐怖雷厉爆发 直接捏爆神剑 大道雷厉震荡而出冲击在王羽泞身上 扑痴 王羽泞直接被震飞 王燕怒道 你干什么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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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时 木蜂分身体内 三道恐怖的气息爆发冲了出来 三道身影 涌动大道神力暴击杀向了王燕 朝天缺 木蜂挥动鼓煞 一剑狂暴批出 凝聚一头绝世剑虎轰杀向了王燕 天赐一剑出手 化为万千看不见的剑光笼罩 向了十多名主神王 主神 啊 这些人 如何是一名主宰刺客对手 惨叫声中被击中神魂 魂飞魄散 王燕惊目交加 随后咆哮凝聚一头雷龙轰杀向了木蜂的这一剑 砰 这一剑威力碾压而过 剑虎拍爆雷龙 狂暴剑力轰击在王燕身躯 王燕爆血而退 撞 撞碎一栋接一栋神殿楼阁 他心中惊骇 这人实力也太强了吧 好 王燕咆哮 整个人身形大变 化为龙手人身的巨大怪物 环绕可怕雷霆神力 这是雷则真身 天生驾驭神雷的种族 第3502章 大战太空 霸雷刀 王燕手中 吃色道雷涌动 凝聚成了一柄长长的雷刀 切割天地 杀 王燕一声怒喝 挥动霸雷刀 一刀反披杀向木蜂 雷霆光芒凝聚千万丈 仿佛要将这天地都捅各对穿 决道 毒灵 是 要穿大道神闻凝聚 双手节奏硬 王燕体内 一股潜藏的毒力从他的内脏之中爆发 毒力凝聚出了一条毒灵 赫然是一头蜘蛛一样的毒灵 毒灵咬在了他的心脏上 大量恐怖的毒力涌入神星 流淌入神脉 王燕体内的大道神闻 竟然都挡不住这毒事 啊 王燕突然发出一阵阵惨叫声 大口咳出了黑色鲜血 心脏发出一阵阵脚痛 毒 王燕脸色惊变 是毒 什么毒 竟然可以毒伤自己的主宰道体 吼 而这事 又一道剑虎杀来 狠狠轰击在了王燕身躯 王燕庞大的身躯被一剑劈飞 刷 木蜂蹦射千里 瞬间而至 化为修罗战神 一声怒吼 一剑狠狠穿透王燕防御 刺入了他的胸膛 这一剑切割而上 破开了王燕的头颅 批出了王燕的大道神印 大道神印化为一道流光逃亡 速度惊人无比 很难追上 太极网 然而 早有准备的天赐一张太极网笼罩天地 化为阴阳阵图笼罩而下 包裹住了王燕的大道神印 该死 王燕大道神印内的本源天界传来一阵阵怒吼 风哥拿下快去救连狱 天赐说道 嗯 木风没有半点耽搁 冲向了圣弓深处 一剑劈下 狂暴的雷霆剑盲斩灭圣弓阵法 楼阁大殿崩塌 里面一方开启世界结界浮现 另一边 五名雷泽主宰 已经和青海 紫月等人战成了一团 战斗在太空星海之中 惊天动地 杀七百万雷泽神军 和修罗大军杀在一起 修罗大军结战阵 占领攻击 而雷泽大军中 主神很多 主神王都有近百人 实力惊人 修罗大军并没有战上风 然而 雷泽大军中突然一阵烧动 王力 本源天中 凝聚巨大的空间漩涡 杀 数十万修罗大军怒喝 从中杀了出来 突然出现 攻击雷泽大军内部 攻击后背 不只是这股人马 还有两百多万人马 突然从敌方阵营中杀出 从被控制夺冠雷泽神族 强者世界内出现 杀向雷泽大军 一时间完全打乱了对方阵营 哈哈哈哈 兄弟们 给我杀 目狂咆哮 从敌人后方杀出 挥动斩龙刀一刀 批爆了对方数十人 斩杀两名主神 劫四项战阵 劫雷泽战阵 后 双方人马 各劫战阵 杀乱成了一团 天地震荡 本来在上方的雷泽大军 然而被两百多万人 突然从中间开花 打乱阵营 这时候完全陷入了混乱中 而正面的修罗战神门 又燃烧着精血 抢攻而来 上头已经下了死命令 三天内 必须结束战争 嗡嗡嗡 三柄大道神剑呼啸 劈杀向了王庭天主 白紫月三剑爆发绝世 剑力杀下 亨 王庭天主冷亨 天道雷厉爆发 凝聚神闻 化为了一方巨大的九龙阵图笼罩上空 三剑披在之上爆发的剑气冲击数千万里 三千星辰其其爆炸裂开 星河爆炸 岩浆爆发 有生命的星辰 无疑是一次彻底毁灭性的生物大灭绝 大寒天灾 青海天寒道里咆哮 凝聚神闻 天地冰封 冰河席卷天地冲击向了王庭天主 要将对方冻结一般 然而 一道道天道神雷化为雷阳暴击而出 打碎了席卷而来的冰河天地 九龙雷杀印 杀 王庭天主一鼓鼓天道神力涌入九龙中 九条雷龙咆哮天地 活了过来 化为九道灭世雷光杀向了紫月 青海 隆隆隆 天寒神力凝聚 青海前方凝聚出了厚厚的冰层 抵挡着九龙攻击 嗷吼 轰 轰 轰 九龙奇笑 轰杀在冰层上 厚厚的冰层被一道道轰碎 九龙轰杀在了青海身躯 啊 青海大口鲜血吐出 竹在神体内 内脏不断在被轰碎裂开 天道雷霆之力太过霸道 剑我合一 分雷 紫月怒笑 三道神剑冲刺入体内 自己的大道剑其威力暴涨 整个人笼罩黑色锋芒披下 一道黑色剑光泵发展在九龙之上 斩断九龙攻击青海 大道剑主 也妄图在我面前起舞 死 王庭天主手中 一柄紫金雷锤出现 里面不断释放出了恐怖的天道神雷 轰天锤 杀 一锤释放恐怖紫雷披下 化为道道雷霆怒龙轰杀向紫月 紫月在群星之间不停躲避 穿梭 轰 一颗堪比地球大几倍的星辰被移到雷龙轰中 直接爆炸碎开 化为灰烬 万道雷龙咆哮 场面太过壮观 竟然交织一起化为雷网笼罩这方星空 毁灭无数星辰 紫月也被困在雷网之中 阴阳剑磁轮 开 他整个人化为了一道巨大的四色剑轮撕裂像重叠雷网 雷霆中踢出一条剑道 轰 然而 轰天锤化为一道雷光暴击在撕裂天地的剑轮上 天道雷力爆发 扑斥 剑轮溃散 紫月被一锤砸飞千万里 撞爆一颗颗星球和陨石 体内神脉 内脏 都被摧毁众多 雷霆天竹冷笑 一掌控制轰天锤 攻击继续攻击紫月 天道主宰实力果然不是大道主宰可比 雷则圣心上 沐风看见了那方开辟的世界 看见了修行的王霄 也看见了被抽本源的连狱 连狱 沐风怒吼 万象神力爆发 化为三色交汇的恐怖道力涌动 王霄 沐风一剑劈向这方世界 修行的王霄 已经被惊醒 他一把抓住连狱 身躯瞬间消失这方世界中 轰 这方小世界被沐风一剑劈中 世界结界弄差裂开 随后轰的一声爆炸 恐怖剑气冲入其中 摧毁一切 整个小世界 直接爆炸在混沌乱流虚空中 许多仆人瞬间被毁灭即杀 而王霄 不见了踪迹 第3503章 对阵王霆 在出现时 王霄已经出现在了数十万里外的混沌太空之中 脸上全部都是暴怒的神色 望向了沐风三人 你们是何人 竟然敢打扰我修行 回我洞天 曝露王霄大道神念很快也发现了雷泽胜星上的情况 只见雷泽胜星之外 到处都是强者间的战场 沐风 连玉虚弱地望向了沐风 美丽的脸庞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随后整个人又昏迷过去 昏迷在王霄手中 玉儿 沐风大声呼喊连玉 随后双眸冰冷望向了王霄 宁声道 王霄 你敢恋化我女人 杀我族钟子明 今日我便用你雷泽神族负灭的代价来偿还 你是混沌雷海那些人的种族 不 不可能 他们不是自称赤元神族吗 赤元神族 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主宰强者 王霄惊怒出声 不敢置信 记住我们的名字 现在 我们是修罗战族 至于你 去死吧 沐风背后 一双修罗龙翼 空间叠一凝聚而出 盗铃空间神叠 更是已经吞噬鸿蒙进化 刷 下一瞬间 沐风已经跨越数十万里星空 瞬间来到了王霄身前 一剑挥动恐怖的万象神力披下 王霄怒吼 化为雷则真身 手中多出了一柄雷锤砸向了沐风的这一剑 轰 两股恐怖的雷霆神力对碰一起 然而 显然 显然沐风的万象雷力更加强大 王霄直接被一剑阵飞倒退 万劫雷阳 沐风另一手中 瞬间凝聚了一轮毁灭的黑色雷阳 化为一道雷光轰杀而去 雷神真悟 王霄咆哮 挥动雷神锤杂在虚空 十万道神雷暴击释放轰杀向了这轮雷阳 通隆隆 雷霆与雷霆的可怕对碰 雷霆光波爆炸冲击席卷数千万里虚空 吼 这是又一头雷霆剑虎凝聚咆哮 一掌汇聚一道可怕的黑洞 那是天地开辟时的毁灭力量 轰 剑虎这一爪子轰来 恐怖的雷力轰杀在了王霄身躯 王霄的大道领域 完全被一剑轰碎 整个人被击飞 全身爆出鲜血 大道巅峰的他 也完全不是沐风的对手 天荒地孽 沐风体内所有的神力瞬间转化空间之力 万象空间凝聚 天地时空之力一变 凝聚空间神闻 一柄柄银色 长达万丈空间利刃凝聚而出 笼罩撕裂向了王霄 扑痴 一道时空之刃切断而过 王霄大片血肉被撕裂而下 更可怕的是 他的一股永恒不老的寿元 生命精气都被剥夺许多 一道道时空之刃划过他的身躯 王霄惨叫不绝 整个人 竟然被大血扒快 破碎的神体想要中柱 然而 这是一轮血液凝聚 轰杀在了几节身躯 修罗神火燃烧 疯狂吞噬他的生命本源 啊 王霄的头颅也在修罗到火中咆哮惨叫 沐风一剑重重拍在对方头颅上 拍得王霄头颅宛如像一颗流星飞向远空 沐风又瞬间追了过去 冷笑道 王霄 感受过绝望吗 这么多年了 我专言过你留下的神闻很多次 你让连狱被封印多少年 我就将你困杀多少年 住手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王霄头颅咆哮道 然而 沐风一剑汇聚所有力量又拍来 王霄头颅爆炸 大道神印被抽飞 王霄大道神印想逃 然而沐风的太极神王笼罩之下 直接将他封印在了网中 王霄也被封印 沐风仰头 望向了星空中厮杀一片的战场 要穿 天赐已经去帮助 有三名主宰 王燕 王鸠 王甘 中了要穿案中让人下的绝盗之毒 三人已经被要穿影的毒发 被天赐 还有牛顶天 踩而几人斩杀肉身封印 然而 王霄天主 以及王震 王昆那里的战斗还在僵实 特别是王霄天主 一柄轰天锤 压迫着紫月和拓拔青海打 拓拔青海已经被重创毁了道体 紫月还在拖延 该死 不能再拖了 我要一个个急杀你们这群狂徒 灭了你们种族 十万雷道 王霄天道神力全部宣泄而出 涌入了轰天锤中 次拉 次拉 轰天锤释放十万道恐怖天道神力 化为一道道雷雨一样暴击杀向紫月 紫月以圈圈见阵凝聚杀出 然而都被恐怖神雷击破 他在雷雨之中躲闪 穿梭着芳心欲 不知道多少星辰 毁灭在雷霆之中 轰 一道天道神雷击中紫月 紫月身躯被轰飞 背上更是被轰炸出了一个巨大血洞 随后 更多的天道神雷击中了他 紫月血肉横飞 发出了怒吼和惨叫 轰隆隆 而这事 王霆带着轰天锤杀下 一锤释放恐怖雷力狠狠砸在紫月身躯 砰 砰 砰 紫月身躯不断爆炸 肉骨炸裂 随后整个人也是砰得一声爆炸了 一道神剑一样的倒映 被轰天锤击飞 紫月 老牛怒吼 挥动战斧就冲了过来 不自量力 王霆天主冷漠一锤轰沙而去 直接击飞了牛顶天 炸得他血肉模糊 给我封 王霆天主一掌凝聚一道巨大的封印阵图 笼罩向紫月的大道剑印 轰 然而这时一道雷光撞击而来 赫然是一道环绕天道神雷的道顶 撞杀在了这封印之徒上 封印之徒被撞爆 强大雷威也是崩退了王霆天主 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这道顶上方 紫月抓住时间重聚道体 消耗了大量的剑道神力 大哥 你终于来了 他很强 我不是对手 白紫月脸色有些苍白 刚才被胡生生打爆了 李退下 我来收拾他 目封冷漠望着王霆 王霆手持轰天锤 也是冰冷望着这赶来的人 李就是是所谓修罗战族的首领 王霆冷烈问道 没错 便是我要灭你这雷则神族 雷则天狱 该改名叫战罗天狱了 目封冷漠说道 区区大道主宰 也敢妄图来挑衅天威 你们主宰人马是不少 不过一个天道之主都没有 今日便让我来改写了这战局 第3504章 激烈大战 改写战局 李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来吧 来看看你这所谓的天道主宰 能不能改写战局 目封收回万象道顶 万象道顶回到了目封体内 旋转在了丹田未至 不自量力 杀 王霆手持轰天锤 一锤定在虚空 刺拉一声 一道道狂暴的天道神雷化为紫色电光暴击 杀向了目封 每一道闪电 都宛如一道道力剑劈来 万象及天宫运转 全部转化及天神力 一剑挥出 一头剑虎咆哮杀向了万千雷芒 剑虎拍爆了一道道轰杀过来的雷芒 而天道雷芒也不断暴击在了剑虎上 剑虎轰鸣 终究砰得一声被击碎 雷霆交织 天道神雷凝聚一体 竟然化为了一头雷则法相 狠狠一巴掌凝聚神雷轰杀向目封 目封的护体天罡 直接被打碎 万象盗玉支撑片刻也被击碎 整个人被这一巴掌的力量轰飞后退数千里 被雷霆急得生疼 轰 而这时 王庭手持轰天锤 瞬间又化为一道雷光冲来 瞬息而至 一锤释放恐怖神雷狠狠轰杀在目封的剑上 轰 目封又被一锤轰飞 随后王庭一锤接一锤砸下 伴随无比可怕的天道神雷 轰击的目封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扑斥 一锤破开防御 无尽神雷轰杀在目封身躯 目封整个人也被击飞 口吐鲜血 撞击在一颗星球上 撞爆了整颗星球 哈哈哈哈 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我的实力差距所在 王庭大笑 随后面目猙獰道 小子 你不是第一个挑战我地位的种族 你们也不是将被覆灭的最后一个种族 去死吧 轰 王庭手中轰天神锤释放恐怖神力 化为一道怒龙重重轰杀向目封 太初雷塔 助我 目封内心神念咆哮 轰隆隆 万象到顶中的太初雷塔释放出了一股强大的天道雷神力 大量的大道神雷力 一同涌入了目封的万象到顶中 万象集天 画雷 嗡嗡 万象到顶疯狂旋转 所有力量转化万象雷神力 目封气势 瞬间涨了几倍 毁灭神拳 轰 一拳伴随太初雷塔释放转化的天道神雷杀出 狂暴的雷霆全盲通彻宇宙天地 混沌太虚 轰杀在这雷龙之上 砰 砰 砰 雷龙的头颅 被一寸寸打爆泯灭 身躯最后也被一拳击爆 化为了轰天锤 震飞回了王庭手中 斩 目封挥动古煞神剑 一剑定在虚空 神闻凝聚出了一方巨大的雷霆漩涡 一头巨大的剑欲雷鹏凝聚而出 雷霆剑鹏长笑批杀向了王庭天主 给我破 王庭天主咆哮 挥动轰天锤 一锤绽放无尽雷厉杀在了这剑棚上 恐怖的雷霆剑气爆炸开来 震急的王庭天主不停后退 身躯都被踢出一道道剑痕 怎么可能 这家伙的攻击力怎么一下子强了这么多 王庭天主不可思议望着木风 杀 木风却没有丝毫停留 第二剑杀来 剑虎咆哮灭治 朝天却威力都强了许多 王庭天主挥出十万雷道 十万雷龙轰碎剑虎 又一拳毁灭神拳落下 恐怖的毁灭神盲震碎道道雷龙 双方在星河之中大战不休 时间流逝 转眼已经厮杀了一天一夜 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 而木风的人多 主宰人多 雷则神族 已经只有王庭天主 还有王阵在抵抗了 老木 还有一天时间 九大王侯就要支援赶来了 还不解决战斗 局势将会对我们不利 青海传英还在和王庭天主大战的木风 万劫雷阳 木风一道雷阳化为流星轰下 宛如十颗太阳爆炸 恐怖的力量吞噬一万里虚空 爆炸让大片空间爆炸 两人方圆十亿里内 竟然已经没有一颗星辰存在 全部被打爆了 王庭天主被这一击炸飞 口吐鲜血 心中却是在冷笑 再坚持一天 他的九名麾下王侯赶来 分担压力 木风他们必死无疑 王庭 本座已经没时间陪你好功夫 许你小命的时间到了 木风冷漠道 本源天中 藏天谷官暴射而去 棺盖打开 一头大鹏天魁长笑 搏杀向了王庭天主 区区死物也赶尽我雷伸滚 王庭天主怒吼 一道天道神雷轰杀在大鹏天魁上 大鹏天魁惨叫 背急得不断爆炸溃散出死气 雷道 被王陵道克制很大 然而藏天谷观众 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 在拉扯王庭天主天道神影中的神魂 虽然不能拉出吞噬 然而也影响了王庭心神 七情六欲 衰 木风 万象神鼎 这世化为一道神光撞击而出 里面燃烧出了一股灰白色火焰泵射向了王庭天主 竟然直接穿透了他的天道领域 冲入体内 一股强烈的负面情绪 瞬间涌入了王庭天主心神 心中生出无数绝望的念头 衰败的念头 心神动摇 甚至都不想继续战斗下去 天道神力 这一瞬间大量衰退锐减 砰 他整个人也是直接被万象到顶砸飞 杀 独步天雨 瞬间而至 木风几乎一瞬间出现在了王庭天主上空 他抓住自己的万象神顶的一腿 爆发所有神力涌入顶中 道顶释放恐怖神威 阿赫 木风轮动道顶狠狠砸在了王庭天主身躯 砸得他全身骨头弄叉断裂而响 整个人被一顶砸飞 脚砸碎 王庭天主咆哮 驱赶那种负面情绪 再度控制神力 砰 然而木风第二顶又当头砸下 狠狠撞击在他头颅上 大脑汪明 差点没砸爆王庭头颅 砸肠脑震荡 木风轮顶不停砸下 威力惊人 天道神雷伴随道顶轰入王庭体内 王庭完全被虐打 阿阿阿阿 而另一边 王阵已经在一群主宰围攻下 肉体被磨灭 大道神印也被镇压 万劫雷扬 压缩 木风怒喝 再度凝聚万劫雷扬 压缩得很小 身躯瞬间变小只有常人大小 一到两米大小的万劫雷扬 压缩极致轰入了王庭天主口中 而这一轮万劫雷扬 瞬间在他口中爆发 雷霆轰炸 砰 王庭天主惨叫 头颅弄插裂开 随后轰得一声爆炸 神海溃散 星辰大小的身体 被炸成了无头之躯 第3505章 击败雷扬 不 王庭天主天道神印 发出一声声不甘咆哮 释放大量本源之力 想要再度凝聚肉身 天道神印被从头颅中炸飞 不过木风不可能再再给他机会 修罗倒立转化 一柄修罗神剑狠狠刺入 他的还未凝聚成功的身躯 燃烧血肉 一拳暴击而出 再度将王庭天主刚刚凝聚的头颅打爆 翁 万象神顶扣杀而下 笼罩天道神印 将对方天道神印吸入了万象道顶中 万象道顶中 一道道太出雷塔释放的的神雷 轰击在了天道神印上 天道神印中传来王庭天主的惨叫声 领口已经被封印 雷则神族 西主至此全部被封印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木风大喝道 一刻不停 冲向了战场 翁 大道领域笼罩而出 笼罩亿万范围 笼罩上百万双方将士 万劫雷域 雷影 目风目喝 神念也覆盖而出 大道雷域中凝聚无数的狂暴神雷 天罚 落 轰隆隆 成千上万道天罚神雷凝聚 化为一道道雷霆笼罩轰杀向了雷则神族的战士 翁 一名中尉主神被击杀中 身躯直接被轰暴 恐怖的天罚雷霆可以轰杀顶级主神境界的强者 不 啊 轰隆隆 天地间 雷霆炸裂 天罚在目风神念的指引下 轰杀的都是雷则神族的强者 雷则神族哪怕是天生雷神 然而尚未主神之下的强者都抵御不住目风大面积召唤的雷霆 成千上万的强者不断被轰杀 修罗强者们也在配合击杀 紫月剑道领域笼罩之下 万千剑芒凝聚 剑光交错之间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雷则神族强者被剑起批杀 天赐 牛顶天 彩儿 凌云 小子 朱雀 耀川 青海等人都用大道领域笼罩大片战场 雷则神族数百万战士在以恐怖的速度被击杀 我们投降 投降 驻守 雷则神族的人 彻底陷入了绝望 主宰击杀他们 完全就是碾压 大规模的屠杀 越来越多的人投降 放弃抵抗 三个时辰之后 除了一百多万投降的俘虏 所有抵抗的雷则神族的人已经被全部击杀 少有逃亡之人 我雷则神族 拜了 不 天主 圣主 你们要弃我们不顾了吗 雷则圣星上 数以亿万计的雷则神族人们悲鸣 而整颗雷则神星 已经被沐风的大道领域笼罩 完全封锁 抓紧恢复实力 九大王侯的人就要来了 沐风大喝道 战争可没有结束 还有九大王侯种族的人 这九大族 分别是雷雕族 雷蛇族 雷鸾族 雷鲲族 雷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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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雁族 雷雾族 雷雾族 雷虎族 以及紫电雷雕族 雷雷雷族 雷雷族 这九族 都有大道主宰强者 是雷泽天狱内臣服雷泽天狱的九大强族 但一一族 没有什么大的威胁力 然而九族若是联手也是不小的麻烦 若是战斗拖延到了九族支援 还没有击败雷泽七主 那么战局就可能会被改写 遥远星空中 六百多万人马正从不同方向赶来 最终汇聚兵和衣处 赶向了雷泽天狱 九名涌动大道神威的强者 带招数百万人马穿越空间 这九人 其男两女 无一例外都是大道主宰 不好 联系王庭天主陛下没有回音了 雷元主宰脸色惊变道 我这里也没有回音 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其他主宰也是脸色惊变 遇见了同样的情况 不可能 哪怕是强过雷泽神族的霸主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灭雷泽神族 灵牛主宰陈生道 加快速度 这群人马浩浩荡荡赶向了雷泽天狱 最终还提前了预计的一个小时 赶到了雷泽圣星虚空 然而 等待他们的 只有严阵以待七百万修罗战族的将士 慕风 星海 天祠 耀川 紫月 彩儿 凌云 小子 朱雀 牛顶天 十名主宰站在队伍前方 九大王侯代人 也停留在了万里之外的虚空之中 你们是什么人 雷元主宰慕贺问道 其他主宰 都感觉到了事情不妙 人呢 雷泽神族的人呢 雷泽七主呢 慕风冷笑 没有说话 一股空间之力涌动 七具尸体 七具散发主宰气息的尸体 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格外引人瞩目 那是 王亭天主的尸体 还有王霄圣主的尸体 王震 王坤等圣主尸体也在 这 怎么可能 难道雷泽七主 包括王亭天主 真的被击杀了 九大王族的人惊骇出声 议论满天 一个个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 本作 枫叶 木枫冷漠出声 声音回荡朗朗 秀罗战族 秀罗战族 圣王 秀罗战族 已经击败了雷泽神族 取而代之 而等皆为雷泽神族附庸 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 附庸我秀罗战族 以后听我秀罗战族号令 二 灭种 木枫最后两个字吐出 蕴含恐怖杀气 秀罗战族 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九大主宰面面相去 暗中议论 这位秀罗圣王 秀罗战族 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雷元主宰问道 没有听过不代表没有 我族隐忍混沌亿万年 就为了今天 如今已经击败雷泽神族 你们 该给我你们的选择了 木枫淡漠道 你可是秀罗战族的天道主宰 灵牛主宰问道 木枫道 本作不是天道主宰 修为大道 不过 王庭已经被我击杀封印 如今我便是新的帝王 呵 大道主宰 击杀王庭天主 我等不幸 雷泽神族 还没有败吧 灵牛主宰冷笑 木枫眼眸一眯 杀鸡绽放 挺雷万象到顶中的雷塔 释放出了一股股恐怖的天道神雷 轰 他瞬间出手 化为雷光消失 在出现时 离对方只有千里时出现 也瞬间出手 毁灭神拳伴随恐怖的天道神雷轰杀向灵牛主宰 灵牛主宰下的脸色惊变 逃亡都不急 砰 这一拳轰炸在他身躯 灵牛主宰被一拳击爆 第3506章 新的霸主 啊 灵牛主宰惨叫 肉体爆炸 大道神印直接被轰飞 随后太极神王笼罩而出 直接扣杀封印了灵牛主宰的大道神印 退 其他八名主宰脸色惊变 身躯暴退 震惊望着这一幕 灵牛主宰 被这样秒杀了 本作虽然不是天道 然而 可逆杀天道 你不信 可用你的命来慢慢了解 目风冰冷说道 万象道顶镇压在了灵牛主宰的大道神印之上 一道道天道神雷不断轰击在大道神印上 啊 灵牛神魂发出一阵阵犀厉的惨叫声 也连忙求饶 大人饶命 我错了 我愿意臣服 恐怖 刚才目风虽然是突袭出手 然而他爆发出的力量完全堪比天道天主 目风冰冷地望向其他八位主宰王侯 道 你们 也可以选择抵抗 联手对付我修罗战足 不过 失败的下场你们就得考虑清楚 目风说完 身后九名主宰站出来 恐怖的气势释放 杀气腾腾望着对面八名主宰 现在除了灵牛的惨叫声 细分就无比的压抑 八名主宰面面相去 也在暗中商议 雷泽神族 看来是真的完了 给王婷的传音都没有丝毫消息 我这里也是 其他几位雷泽之主的传音都没有回应 看来已经失败被封印了 哎 传承一万年的霸主 就这样要完了 怎么办 臣服这修罗神族吗 不然呢 雷泽神族 王婷天主都败了 我们如何是对手 一名天道主宰 没有五名大道主宰 联手几乎无法抗衡 对方人数都还比我们多 刚才这枫叶的实力 大家也都看见了 哎 既然如此 臣服吧 反正附庸雷泽神族 和附庸修罗战族 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区别 都是为人臣子 几大主宰传音交流 是战事服 都在这几位主宰的想法之间 片刻之后 雷元族长抱拳 恭申道 雷元族 愿意臣服修罗战族 从此以战族伟尊 听其号令 我雷阙一族也愿意臣服修罗战族 从此以修罗战族伟尊 雷阙主宰也恭敬道 我雷虎族愿意臣服 拜见封业陛下 雷鸾族决定臣服 从此以修罗战族马首是瞻 雷蛇族臣服 九大种族 最终的都在沐风等人面前 低下头颅 表态愿意臣服 修罗战族的将士们 一个个都是神色兴奋 他们修罗战族 要成为混沌七十二霸主之一了 混沌七十二霸主 这是何等地位 在所有世界 天地 这地位堪比神界中一方至高神域 甚至还要更有威慑力 修罗族 已经真正登顶着世界 所有种族的巅峰强族之灵 哈哈哈 好 诸位请起 沐风笑道 他也释放了灵牛主宰 灵牛主宰重聚肉身 也是为之前的事情赔罪 是实物者为俊杰 很好 我修罗战族虽然取代了雷泽神族 不过 雷泽神族给各位种族的 我修罗战族也不会少 甚至会更优呆 今日 刚成大夜 诸位先回各自江湖镇守 等我族正式封霸之时 再请诸位共商大事 暗风出来九个人 陪九位王爷一道回去 沐风对这些人笑道 下逐客令 让他们各自会各方地盘 同时也明目张胆地在他们身边安插眼线 暗风中 出来了九名主神 飞向了九大王族 尊丰叶陛下之令 九大王族的主宰恭敬道 随后转身 对自己的麾下兵马挥手 待人化为道道神光 呼啸离开 见九大王族的离开之后 修罗战族七百万将士终于安耐不住 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修罗战族万岁 王上万岁 哈哈哈哈 各位先辈们 看见了吗 我族成为世界最强的种族之一了 此生不悔入修罗 来是还愿入天风 欢呼声响彻苍穹 与之不同的是 雷泽神族的一片悲鸣 绝望 等待他们的 不是灭族 就是被勇士奴隶的命运 没办法 这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弱肉强食 修罗战族 随后开始对雷泽圣星内部势力的清洗 而整颗雷泽圣星 被大道领域封锁 哪怕你想逃 也是没有地方可以逃的 雷泽神族的人 未来百年迎来了一个最黑暗的年代 神帝境界的强者 不愿为奴种下魂印臣服者 皆被封杀追杀 至于神帝之下 已经懂事成年的雷泽神兽 全部被屠杀干净 种族仇恨 已经深埋那些成年雷泽的心中 不可能改变得了 至于那些萌萌懂懂 还没有成年开启灵智的雷泽神兽 未到神尊境界的雷泽神兽 这才被逃过一劫 不过他们的未来 等待的恐怕也是 修罗战族的种族教育 将培养他们新的观念 成长之后 也是臣服中心修罗战族 很残酷的生存法则 正如曾经仙界与人族 对修罗族干过的事情一样 如今修罗族也在重复同样的事情 不过 成王败寇 历史的内容大部分 皆是由胜利者挥笔书写 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 只有立场和自己利益 观念的不同 狼的正义 对羊而言就是邪恶 而羊的正义 对狼同样也是无稽之谈 一个种族的辉煌 往往伴随其他种族的尸骨 木峰 在王霄的本源天界之中 也发现了帘狱 望着已经被打回原形 化为一朵十二彩色雷连 抽取了大量本源的帘狱 木峰也是心疼不已 从鸿蒙本源经中 抽出了一股鸿蒙之气滋养帘狱本体 让帘狱飞快恢复 不过半月之久 被抽取了上百年的本源 就已经恢复如初 莲花绽放 莲台之中 光芒交织 莲花化为一股股神力 凝聚成了一名身穿彩衣的爵士身影 他彩色衣裙 流苏千滑 桃花脸庞容颜轻视 身上总有一种托尼繁俗 不时人间烟火而不沾因果的出尘空灵 玉儿 木峰伸手抚摸着一人脸庞 他宛如秋水明镜的眼眸泛起泪光 笑望着他 最终一把扑入了他的怀中 眼泪化为雷珠滚落而下 第3507章 韩古圣皇 雷泽神族 被一个兴起的修罗战族覆灭 这个消息 在之后的百年中传遍了周围十多个霸主天狱 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八亿雷龙族 这是雷泽天狱 相邻的一个霸主势力 也是72霸主之一 排名比雷泽神族原来要高一些 两大天狱 历史上没少发生摩擦和战争 雷龙神殿 一名投生一对笔直龙角 棱角分明 给人一种刚正不阿气质的中年男子望着关于修罗战族的情报 眉头紧缩 雷龙天主 八亿雷龙主的天道主宰 这修罗战族 竟然没有调查出任何的来历情报 难道他们是凭空生出来的不成 情报部的人干什么吃的 雷龙天主冷喝道 望着下方跪着的一男一女 陛下 这修罗战族来历的确诡异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种族的名声 一出现 就以雷霆之势灭了雷泽神族 战争只用了三天 根据一切能收集到的情报 就只知道这修罗战族 似乎在雷泽圣新潜伏多年 是从内部开始攻克 这修罗战族的圣王 枫叶也是精通雷法 能驾驭天道神雷正面打败了王庭天主 那男子跪在地上道 连战斗影像资料都没有吗 雷龙天主问道 没有 天道之主之间的战斗 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陆志 这男子苦笑道 修罗战族 枫叶 雷龙天主沉思不语 他印象中也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记忆 自己绝对没见过这人 混沌中主宰不少 然而这个圈子 大多大家都相互认识 突然冒出这么个天道之主的确诡异 王庭的轰天锤 已经快进化为了天道神器 实力惊人 和本作战斗 我一时间也无法战胜它 能在三天之内打败王庭 这个枫叶实力恐怕还在我之上那 雷龙天主眼眸中光芒闪动 虽然事情发生在雷泽天狱 不过两大天狱地盘接壤 这个修罗战族太强大 对雷龙天狱而言并不是好事情 有机会 本作还真要见见这个枫叶 谈谈虚实 雷泽神族呢 雷龙天主又问 雷泽神族已经完了 族中强者 除了被奴隶 就是被屠杀一空 雷泽七主似乎也被封印了 没有任何消息 男子恭敬说道 相互争斗了这么多年 这雷泽神族突然就被灭了 还真是让我不适应 想办法 尽可能安插眼线入雷泽天狱 最好进入修罗战族的势力中 彻底调查清楚 这个种族的整体实力 还有他们族中到底有多少主宰 都给我查清楚 雷龙天主命令道 是 属下告退下去安排 混沌七十二霸主之一被顶替 这并不是小事情 七十二方霸主势力或多或少的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感兴趣的人 都在派人前往雷泽天狱 不 现在改名的战罗天狱去一探消息 盘古圣狱 盘古圣狱 绝对是混沌内狱中最强大的霸主天狱 没有之一 盘古圣狱 可以说就是一个混沌宇宙 盘古圣狱的族人并不算多 只有区区一亿人不到 相比其他大族 动辄几百亿 几千亿人口 这个人口的确稀少 然而这一族生而逆天 普通族人出生就拥有灵质 具备神尊级别的能量 成年之后稍微修行 就能成为神帝 族中的主神强者 更是有二十多万 实在恐怖 更恐怖的是 这一族 的圣皇 是超越天道的恐怖主宰 而天道主宰都有十位之多 十大天道 大道主宰本族就有四十二位 附庸的王侯极蝶种族 有三十八族之多 盘古圣狱的势力 比得上一方大宇宙的势力总和 不过这一族虽然强大也不是没有对手 混沌七十二霸主 其他不少霸族就是害怕盘古圣狱太强 联盟一体 形成了几大联盟和盘古圣狱分庭理 好在盘古圣狱也没有入侵其他天狱的意思 历史上没有主动发起过战争 其他霸族也自然不敢去主动招惹 盘古圣狱 一直对混沌中各方霸族间的事情都是比较关注的 一颗巨无霸星辰上 那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中 蕴含强烈本源神器的金色麦谷迎风而动 风一吹起 掀起一阵金色麦浪 麦田的篝火之间 一位衣着朴素的灰衣老人 正挥动锄头在田间除草 生长杂草都是仙界罕见的神药 一群年龄不大的孩子 正在麦田之间嬉戏 老人和蔼的望着这一切 风起麦浪千叠起 田间老幼共天年 平静反扑归真的安逸 刷一道神光 突然出现在了老人身旁 恭敬对老人衣礼圣皇 此人一袭金色长袍 笼罩天道神威 面目威严 嗯 修罗战族的来历 查清楚了 老人平静说道 依旧挥动锄头锄草 动作无比娴熟 查清楚了 根据各种情报 和细微调查 自己他们的本源特征 这一族 应该就是诸天神界中的修罗族 不过 这一族的体质 功法 都出现了变化 竟然蜕变成了混沌种族 这人说道 第三宇宙的种族 老人眉头为皱 终于停下了锄头 抗在肩膀上向远处的几间草炉走过去 没错 中年男人跟在一旁 道 他们的首领叫枫叶 如果分析没错的话 枫叶 只是一个假名 他的真名字 应该是修罗族的圣主 沐峰 这是个小人物 不过在诸天神界很有名 是万妖天狱 龙奥的一孙 恐怖的情报网络能力 竟然把沐峰的牢底都查出来了 出起来 邪神宇宙 正在和第三宇宙开战吧 这个沐峰 带领修罗族 成为七十二霸之一 难不成是第三宇宙 已经在为自己寻找后路 想退手混沌 老人看似混浊的眼眸 透露出了看断星空万古的深邃 不是没有可能 竹九阴和邪神宇宙暗中勾结 诸天神界的第一强者 落语已经陨落 诸天神界 败在邪神宇宙手中也是迟早的事情 寻条后路也是无可厚非 第3508章 战罗天狱 可是皇 如此一来 诸天神界的势力 岂不是算插手的混沌 这可是触犯了规定啊 中年男子皱眉道 老人望着地面爬过了一群金色蚂蚁 伸出手掌 捏住了一只蚂蚁 这只蚂蚁用口气在老人指尖狠狠咬下去 老人又放了蚂蚁 道 蝼蚁为生存尚且自保求生 敢向我挥出力气 诸天神界 有诸天神界的命运 我们没理由去干预 而且 这修罗族 如今是以混沌种族的身份立足 也没有去破坏混沌的世界平衡 不用排挤 赢的意思是 承认这战罗天狱 中年男子惊讶道 盯着吧 只要对天地之心没有危害就不用打压 我族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护天地之心 维持平行世界 老人岛上茶水悠然饮着 明白了 不过 如果这战罗天狱不知好歹 疯狂扩张势力 我不会坐视不理 混沌之中 也不能出现有可能威胁我族地位的势力诞生 中年男子起身道 消失不见 战罗天狱的建立 在混沌内狱中的确引起了不小的波兰 一时间大量的霸主势力派出眼线前往战罗天狱 而沐风 青海等人也决定将大量的修罗神族的族人 安顿在战罗天狱 至于天斗星路 哪里的邪海依旧被当成了种族的秘密修行之地 修罗神族 虽然主宰境界强者已经有了十位 不过下面的实力断层比较厉害 主神级别的强者很少 只有千人不到 沐风这一批主宰出现之后 恐怕很难有资源再崛起新的主宰 青海依旧负责战罗天狱的发展大计 昔日王亭居住的天主神宫 如今已经是沐风的府邸 修炼空间中 涌动大量精纯的雷霆本源 楚臣 沐风的第一位大弟子 如今已经是沐道境界的主神王 沐风手中最后的两粒大道神丹 一粒最终给了他 一粒给了沐狂 而楚臣 正在这方修行世界中闭关 冲击主宰境界 本来只有一粒 不过当初紫月可没有 采而 他们可不是依靠大道神丹突破 自然有剩余 凌云也在自己修行 他如今算是大道主宰出其境界的神力 以后也要靠自己修为 共生契约到达主宰境界 已经没办法再提升他 也不会影响到各自命运了 主宰 本身就已经代表超脱寻常规则 能击杀他们的只有主宰 天地都奈何不了 木武风的修为比较特殊 万象级天神功 三种主宰神力 已经堪比大道巅峰强者修为 战斗力可能更强 若是在修行出几种大道神力 万象级天神力就会蜕变成天道级别 而木风目前也在炼化一件宝贝 轰天锤 王庭的轰天锤 这轰天锤 品级介于天道神器 和大道神器之间 威力强大 已经可以释放天道神雷 不过雷力自然比不上太初雷塔释放的天道神雷 木风如今的实力 已经拥有强行炼化轰天锤的能力 它更是从鸿蒙本源中 抽出了一股鸿蒙之气 帮助轰天锤彻底进化成天道神器 到时拥有着神物 对付寻常天道主宰 没有天道神器的天道主宰 木风不使用太初雷塔也可以和之一战 万象道顶 当初许多混沌太初区的许多主宰 看见过木风使用 以后不能常在是人面前曝露 免得让人怀疑叶峰 和峰叶这两个身份的关系 不过 木风刚刚闭关没一百年 竹龙天狱就传来了一个消息 竹龙天狱 黑狱倒宫 阎罗神功 什么 叶峰这该死的家伙 竟然想占据我黑玉倒宫的周玉 阎罗冰冷道 他参加封印混沌太初入口的任务 刚刚结束归来 没错 竹号圣主哪里打听来的消息是如此 父亲 我们要让吗 严肃问道 该死的家伙 一正道就踩在了我的头上 当初就不该顾及十六殿下宰了他 阎罗脸色阴沉 如今这夜风翅膀硬了 竟然想占据他的地盘 十八路诸侯的地盘中 赤阳州 也就是赤阳神元族原本的地盘是资源最少的 穆峰想占据他的地盘 那他黑玉倒宫的人 黑玉神豹族就只能搬迁去赤阳十八州 不过 他又想起穆峰惊人的战斗力 星星就是一阵发凉 童与那种大道巅峰主宰都不是穆峰的对手 这家伙 甚至还击败了盘古圣域的主宰 自己能是他的对手 如今只能向我那两位兄弟求助了 盘罗想及 立马传因十八路诸王中的黑名盘虎王 自己黑玉蛇主 这两人 都是十八路王侯主宰之一 和盘罗是结拜兄弟 关系密切 三人的小团体团结一致 在十八路诸王中才有让混沌龙族们正式的话语权 盘罗消息传出不久 两位盘主宰就来了十三周 黑名虎主是名身材魁梧 一脸胡茶子的魁梧巨汉 虎目生微身上却有一股阴冷气质 黑玉蛇主是名英俊的青衣青年男子 看着年轻 他的修为反而最高 大到主宰巅峰级别 三弟你说这夜风想和你争夺十三周 黑玉蛇主皱眉问 没错 大哥 这可是那小子亲自在竹龙神殿提出来的 盐罗冰冷道他奶奶的这夜风好生嚣张 以前他祖宗赤阳对我们也不敢这么无理 他算什么东西一个新王侯如此跋扈 老三我帮你灭了他的威风 黑名虎主冷声道 二哥不可轻视这小子 这小畜生的鸿蒙本源 实力暴涨单独一战 我们恐怕都不是对手 唯有我们三人联手才能拿下他 我打算现在就对赤阳天宗出手 然后我们联手击败叶峰 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知难而退 乖乖滚回赤阳州 盐罗主宰说道 那就依三弟所言 走 现在就去赤阳天宗 三名主宰 带上了河道境界的强者 直接赶往了赤阳天宗所在 如今的赤阳天宗 有一群河道主神王强者坐镇 天赐回来坐镇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主宰 第3509章 天赐之为 赤阳天宗 天空突然一下子黑了下来 方圆亿万里逐渐黑了下来 天空突然被重重叠叠的黑物笼罩 世界 仿佛一瞬间陷入了黑夜笼罩之中 怎么回事 天怎么一下子黑了 天地能量突然暴动异常 发生了什么 赤阳城中 无数人抬头望向天空 天空黑得不见一丝光明 所有生物都释放出了神力 化为了一道道星光 这才看得清周围的世界 赤阳天宗 赤阳天宗的人也是惊讶地望着这一幕 天赐走出神宫 望着苍穹 脸色突然一变 大道领域 天赐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大道神力 它飞上苍穹 体内一股光暗交汇的大道神力席卷而出 笼罩赤阳天宗 赤阳天宗内 小美丽 闪陵等强者也是伴随飞上苍穹 脸色凝重 他们也感觉到了一股不同反响的气息 何方强者 初来一见 天赐怒鹤问道 大道天音响彻天地 只见黑玉笼罩的天地 一群身影出现 一共三十来人 皆是何道境界主神王 为首三人 更是笼罩大道神力 天赐任的其中一人 阎罗主宰 黑玉道公之主 叶峰何在 让他出来见我 阎罗冷漠说道 我们宗主不在宗内 阎罗主宰 诸位 有什么事吗 天赐冷漠道 也释放出了大道神力 咦 还有一位主宰 名虎主宰惊讶道 该死 是阳天宗诞生了两位主宰 阎罗脸色也是违变 他还不知道 天赐也是主宰 这小子 是当初跟随叶峰出来那人 难不成 他也是在混沌太初突破的主宰 阎罗想起了天赐是谁 阁下明慧 阎罗问道 夜赐 诸位找我们宗主何事 天赐冷漠道 玉蛇主宰冷漠道 听说叶峰想不罢十三周 将黑玉道公驱赶出十三周 我玉蛇 带我两位兄弟过来向叶宗主讨教来的 既然叶宗主不在 你便和我们说说道理吧 陛下已经给了你们地盘 你们还狼子也心想占据十三周不成 此事我们宗主回来 自然会来和阎罗主宰几位商议 我赤阳天宗 没有招待几位的茶水 就不招待几位了 天赐淡淡道 战罗天狱才刚占据下来 自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最重要的是防止别的霸主探查 虚实攻打战罗天狱 沐峰他们大部分人手都还在哪里 呵 这十三周 目前还是我们黑玉道公说了算 这是我的地盘 要让滚 也是我让你们滚 是阳天宗 给你们三天时间 搬出我黑玉道公的十三周 不然 阎罗眼眸中露出了杀鸡 笼罩天下的黑玉 也释放出了可怕的压力 赤阳城中无数强者 都被这股压力压迫得心惊胆战 心生渺小之感 惊恐地望着阎罗等人 主宰之危 果然惊天动地 十三周作为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盘 天赐自然不能放弃 冷漠道 如果不搬出去呢 那就灭了你赤阳天宗 绿蛇冰冷道 天地间突然燃烧起了黑色浴火 随时可以笼罩落下 焚烧万物 天赐望着三人 一名大道巅峰 两名大道主宰 而目前赤阳天宗旗 有自己一个人 真打起来 恐怕也是维护不住 天赐向来不适合 平易腔热血行尸的蟒撞之人 权衡利弊之下 目前硬碰支撑到风哥来支援 恐怕也会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 该死的黑玉道公 等风哥回来看怎么收拾他们 天赐 怎么办 闪灵 小美丽等人望向天赐 酒苍蓝 风然 还在闭关冲击主宰境界 不能让他们分心 先必封王 不然赤阳天宗定然损失惨重 天赐说道 随后朗声道 可以 我们可以搬迁 希望阁下遵守沉默 不伤我赤阳天宗弟子 哈哈哈哈 算你们逝去 还不快收拾东西滚 明虎主宰大笑道 众弟子听令 收拾东西 搬迁宗门 天赐当即下令 也是果断 忍着一时之气 赤阳天宗的人无奈 不过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在收拾东西 准备搬迁宗门 赤阳天 看来这赤阳天宗 还是不敢和我们三兄弟硬碰 明虎主宰的意道 阎罗主宰皱眉 道 他们答应如此干脆道 出乎我的意料 实际上我倒是希望这人出手 我们也好有理由拿下他 大哥 二哥 叶峰实力的确很强 如今他不在宗内 这叶次才不敢和我们为敌 若是叶峰回来 恐怕他们就没有这么听话了 李是怕叶峰回来又继续报复 玉蛇主宰问 嗯 他一个人 定然打不过我们三兄弟联手 不过他和这人联手 那就会多出许多变数了 阎罗主宰说道 玉蛇主宰树桐之中 多出了一缕阴冷之色 道 既然有此担心 如今倒也正是一个好机会 先除掉这家伙 封印了他 等叶峰回来 一个人就不足为据了 其他二人闻眼眼眸中光芒一亮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阎罗黑黑冷笑 道 还是大哥英明 这叶峰并未封王 我们除了他竹龙天宫哪里恐怕也不会追究什么 在这里 先减除暮风的一臂之力 三人商定 决定对天赐出手 阎罗主宰道 叶峰兄弟这种人才 和叶峰去赤阳周遇实在可惜了 不如 你留下来 投入我黑日道公麾下 此言一出 天赐眼眸中警惕之色一闪而过 不好 这三人 是想除掉自己 可以啊 只要阎罗侯爷收留 天赐淡笑道 态度出乎意料 阎罗笑容一致 这家伙 怎么也不反抗 不给他们出手机会 老三 懒得和他废话 出手吧 名虎主宰一挥手 大道神力爆发 黑色死亡大道神力咆哮 凝聚出了一头黑色火焰 凝聚而成的名虎 名虎笑逝 膝带灭视气息 直接轰杀向了天赐 哼 欺人太甚 天赐怒喝 大道神力释放 一朵黑白交织的神怜凝聚 永动可怕的毁灭 威能轰杀向了对方这一击 轰隆隆 天地间能量暴动 天赐笼罩的大道领域 都是一阵阵战动 山河动摇 三大主宰 对天赐齐齐出手 第3510章 天赐被载 能成为主宰的人物 都没有一个是简单货色 名虎主宰这一击 充满了强大的爆发力 破坏力 天赐的这一击毁灭神怜威力 同样不俗 是他自己自创的大道神通 光暗神怜笼罩天地 死死抵挡住了对方的 这一击的攻击力 破坏力 然而 攻击爆发的强大神威 震得小美丽等人不断后退 被能量波及 森罗应 而这事 阎罗也出手了 一道黑色的神印呼啸而下 狂暴轰杀在了光暗神帘之上 两大神通攻击 光暗神帘光芒不断暗淡下去 要抵挡不住了 毁灭神拳 天赐令一手凝聚毁灭神文 疯狂交织之间 化为了一道毁灭权光轰杀而上 连出两大神通 砰砰 两人的神通瞬间被打爆 爆炸的能量化为风暴席卷天地之间 而天赐 突然化为一道黑影溃散 消失不见 两人大道神念探查 也无法发现天赐的踪影 这小子恐怕擅长偷袭 小心 凝聚防御神通 玉蛇主宰提醒道 他压阵没有出手 两人凝聚大道领域防御周围 神念警惕望向周围虚空 刷 突然 一道黑色剑光直接穿透了阎罗的大道领域 没有丝毫阻拦 这一剑从阎罗背后破杀而至 没有任何气息 能量显露 小心 玉蛇主宰惊吼 阎罗主宰本能头颅一天 这一道剑光插着他的头颅刺过 留下一道血痕 吓得阎罗主宰一身冷汗 差一点被爆头了 小子出来 名虎主宰怒吼 一爪化为巨大胡爪 涌动大道神力拍杀向了偷袭之处 空间破碎 虚空被打碎大片 然而 却不见天赐身影 该死 浩强的隐匿神通 出手不带任何能量气息 很难察觉 名虎主宰冷声道 和阎罗背对着 警惕望向周围虚空任何一丝动静 更诡异的是 这小子刚才直接穿透了我的大道领域 看来 神力领域对他没有效果 凝聚神态 阎罗说道 大道神力在身上凝聚出了一套黑色神态 这时 突然左边有一道白色剑光刺来 快到极致 天赐身影出现 这里 杀 两人同时一声怒吼 两道神通轰杀而去 狂暴能量淹没那片虚空 谁知 天赐身影碰得一声溃散 刷 头顶 一道黑色剑光宛如闪电刺下 防不胜防 弄插 阎罗头顶的神态 还也没有能抵挡得住 被一剑刺穿 这一剑刺入头颅 剑中 绝道之毒爆发 啊 阎罗惨叫 立马一拳崩灭而上 狂暴全力轰出了天赐 震得天赐后退 口角一血 而阎罗头颅已经被从上而下次穿 这伤对主宰并不致命 可是配合要穿的绝道之毒 阎罗的头颅在快速的腐蚀 本源都无法修复 啊 阎罗惨叫 抱着头颅 只见头颅在不断腐蚀消失 极为恐怖 很快大半头颅就被腐蚀干净 老三 该死 明虎笑天波 明虎主宰咆哮 凝聚出了一头巨大黑虎 吐出一股恐怖的震荡神波席卷大片天地 震碎大片虚空 不断冲击 想要震荡出天赐的身影 然而 天赐宛如一条潜伏在暗中的毒蛇 刺激而动 根本不正面对碰 除非天道主宰的天道神念 大道神念很难捕捉到天赐的气息 老三 你怎么样 玉蛇主宰瞬间来到了阎罗主宰身边 只见 阎罗主宰的头颅都已经腐蚀快干净了 而且无法修复 大哥别碰我 试读 阎罗主宰神魂吼道 大道神应直接舍弃肉身了 该死的小子 有本事出来正面一战 明虎咆哮道 玉蛇主宰谋光阴沉 传音了明虎 随后自己爆发大道神力 呲吼 一头千里黑蛇凝聚 气势凌人 可吞星辰 黑蛇咆哮 竟然冲向了下方的赤阳天宗 轰 这一击 直接打碎天赐不值的大道结界 狂暴能量冲击赤阳天宗 啊 取多弟子 天风战士 直接被崩飞 无耻 小美丽等人脸色惊变 蛇隐 玉蛇主宰冷漠道 又一道黑蛇咆哮 狂暴杀向了赤阳天宗的人 该死 天赐不得不被逼出来 一道光暗神连凝聚 抵挡着一道神通 气息显露 就是这里 杀 明虎主宰瞬间捕捉到了天赐身影 凝笑出声 无数黑色神矛席卷而去 自杀向了天赐 天赐凝聚防御神通抵挡 人不断被轰击而退 八蛇隐 玉蛇主宰无数神力凝聚 化为八头狂暴巨蛇咆哮轰来 轰破防御 其中一道巨蛇狠狠轰杀在天赐身躯 天赐吐血而退 还没有来得及用独步天语逃 而这时明虎破灭一掌狂暴落下 砰 天赐整个人宛如一道陨落流星 狠狠撞击在了大地 天崩地裂 一道道巨蛇咆哮杀来 咬中了天赐法身 双臂 双腿 明虎主宰挥动一柄巨大战刀 狠狠劈杀而下 扑吃 鲜血蹦剑 天赐被一刀劈成两半 而巨蛇疯狂撕咬他的身躯 根本不让他愈合 天赐 小美丽等人牙字欲裂 然而又帮不上忙 明虎又一掌打爆天赐肉体 直接震碎 天赐的大道神印被震飞 玉蛇主宰一掌扣杀而出 神力化为黑蛇 咬中了天赐的大道神印 天赐怒吼 不断释放本源神力 想修复肉体 然而 周围凝聚的黑蛇不给他机会 疯狂撕咬他凝聚的肉体 而明虎 手中截道印 大道神力疯狂涌动 化为了一方六龙阵图笼罩天赐大道神印 封印他释放的本源神力 被灭的只留下大道神印的天赐 直接被封印 若是他心中没有羁绊 不在乎赤阳天宗 或许这三人还真留不住他 甚至能被他耗死 然而 他已经不是一个完美的杀手刺客了 不过 他却已经是拥有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灵魂 一个人无所顾忌无所牵绊的时候 才是最可怕的时候 天赐 闪铃怒吼 忍不住冲过去攻击 然而被小美丽死死拉住了 第3511章 杀上门去 天赐是主宰 这些人一时半会杀不死他 对方是故意针对他 撤 等风回来 小美丽眼眸湿润 拉着闪铃喝道 天赐 闪铃牙关紧咬 心中无比难受 这种看见自己兄弟被杀 被抓 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 去救的资格都没有的感觉 最让男人痛心 班 闪铃咆哮出声 终究没有冲动去送死 赤阳天宗的人 无比屈辱的被三名主宰逼迫的搬迁 天赐大到神印被封印 对方一时半会也杀不了他 要急杀一名主宰 需要长时间的封印磨灭对方倒立 磨灭神魂意识 这个过程极为漫长 天赐也猜到了对方出手的原因 赤阳天宗目前明面上的主宰强者 就他和沐峰 对方拿下了他 沐峰一人常理来说 是不可能打得过三名主宰的联手攻击的 这一回叶峰哪怕敢回来 也无力回天了 刚刚封喉 就想站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 这一次也好好给他一个教训 明虎冷然说道 度谢大哥二哥相助了 只剩大到神印的言罗道 你我兄弟 同进同退 一容俱容 说这些见外了 对了 这毒能解吗 玉蛇主宰关心道 同时也是极为忌惮这毒 能威胁道主宰的毒 这天下也没有几种 此毒虽然霸道 能破坏我的本源再生 不过维持时间似乎不长 我已经感觉到了 再一点点衰弱独立 最多十天半个月就会被磨灭 严罗说道 那便好 叶峰若回来 我们三兄弟再给他一个教训 赤阳天宗的人马搬迁 两天的时间就搬离干净 离开十三周 转向赤阳州 以前赤阳神元族的老地盘 而战罗天狱 沐峰得知消息后立马点兵百万 带着紫月 有顶天两人赶向竹龙天狱 他也大意了 没想到严罗还有两名结拜兄弟 在混沌太初入口哪里 见识过自己实力后 这家伙还敢对他出手 本想 让他知难而退 乖乖带黑玉到宫退去赤阳州玉 如今看来 是他小看了严罗 严罗啊严罗 你最好祈祷没让我兄弟们出现死伤 不然拼着得罪竹龙天宫 我沐峰也要灭你全足 沐峰眼眸中透露无尽杀意 以最快的速度带自己的人马赶路 竹龙天狱 和战罗天狱距离遥远 竹仔也需要一个月时间 沐峰转化时空神力赶路 用了最快的速度 也花了十八天才赶回了竹龙天狱 十三周 而十八路诸侯 目前都在等着看叶峰 看这位新峰的叶侯的笑话 有事十名王侯都赶到了十三周 看叶峰回来会到底怎么办 叶王 你说这沐峰会和严罗三位主宰翻脸吗 玉龙主宰问向了叶龙主宰 翻脸 他有这个实力吗 我看这一次叶峰要大出血一次了 叶龙主宰冷笑 这小子实力很强啊 我亲眼看见过他击败彭雨 玉龙主宰道 他实在在强 严罗三兄弟也不会和他单打独斗 大道主宰 可能打得过三名同境界强者的攻击吗 我看这小子会认怂忍下着口气 还得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救出他的那个兄弟 叶龙主宰道 说的也是 不过让这三兄弟打呀打呀叶峰也好 这小子突破主宰后就太狂妄了 真以为自己是我们诸侯第一了 玉龙主宰怪笑一声 等着看好戏 其他赶来的王侯也是如此 等叶峰回来 看他要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等待多日后 天空中突然涌动惊人的雷霆神力 大片雷霆笼罩在黑玉王都上空 无数神灵抬头望天 感受这股恐怖的雷霆威压 来了 叶峰来了 有主宰兴奋道 好戏要上场了 叶峰这家伙 难堪的时候要到了 呵 真是自己打脸啊 想占着人家地盘 如今不得不亲自上门过来道歉 你们说 叶峰会道歉吗 众说纷纭之间 木峰身躯出现 然而 他却是一脸的冷漠杀意 身后也出现了百万雄兵 气势汹汹 这一幕 让许多人惊讶 这家伙 看样子不是来求和的啊 阎罗 鸣虎 玉蛇 给我滚出来 木峰冷喝道 声音滚滚如雷 黑玉王都上空 也出现了三股可怕的大道气息 已经恢复的阎罗 玉蛇 鸣虎三位主宰出现在了黑玉王都上空 三人望着这一幕眉头一皱 叶峰的这架势 不像是来道歉求和的 难不成 这小子还真敢和他们三兄弟硬碰硬 三人都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 阎罗冷笑道 叶侯 你终于回来了 本座带你的赤阳天宗还不错吧 亲自送他们回赤阳周遇 少废话 把我兄弟交出来 木峰冰冷说道 李叔叶次妈 阎罗冷笑 神力包裹中 出现了一枚大道神印 燃烧的黑玉神火笼罩大道神印 在磨灭天赐道利 兄弟 木峰眼眸怒红 望着阎罗 冰冷道 阎罗 我再给你个机会 交出我兄弟 然后 带着你的人滚出十三周 否则 我必念你三兄弟肉身 混杀你兄弟三人千年 哈哈哈哈 三人闻言同时笑了 笑声很激愤 其他主宰也是摇头冷笑 这叶峰还真是膨胀得太狂妄了 他一个人 哪里来的这种胆气和三人叫板 叶峰啊叶峰 你以为你是天道之主吗 我们知道你得了鸿蒙本源 图飞猛进 实力很强 不过 我三兄弟联手之下 你绝无翻身之地 现在我倒是给你个机会 带着你的人滚 不然 一会儿我们也灭了你 混杀你千年 让你好好常常教训 玉蛇冷然大笑 他们的个八子 大人 干吧 流鼎天冷声道 紫月卧剑 随时一战 你们不能曝露修为实力 对付他们 我一人足矣 目风神色冷冽 他走了出去 望着三人冰冷道 你们三个 一起上吧 我很期待一会儿 你们的态度 是否还能如此强硬 滚过来一战 第3512章 完全碾压 目风画出 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愣 这家伙 还真要一个人挑战三位主宰 玉蛇 阎罗 明虎三人都以为听错了 此子还真是狂得没边啊 太畅狂了 蛇王 给这位新侯一点教训 玉蛇 阎罗 明虎 你们三人若是拿不下他 以后可就抬不起头了 其他主宰纷纷出言讥讽道 主宰艰难的一战 他们是不关己高高挂起巴 不得看热闹 热闹更大才好 叶峰 你执意求入 我们三兄弟成全你 来战 玉蛇咆哮道 冲上太空 几人也是瞬间来到了 无尽混沌太空之中 下方无数神灵 激动地释放神念观看 这即将发生的主宰之战 杀 三人怒喝 一同爆发大道神力 玉蛇实力最强 大道巅峰的神力爆发 凝聚成了一条通天巨蛇 咆哮兼杀向了目风 明虎主宰化为半人的兽神之躯 胡掌笼罩可怕掌力神力 一掌轰灭向目风 阎罗也是使用森罗印 化为重重神印灭杀而来 戏实恐怖 目风体内 万象及天神力融合爆发 化为三色神力 疯狂交织而出 毁灭神拳 一拳打爆苍穹 化为恐怖的拳盲席卷而去 砰 砰 砰 爆炸轰鸣之间 三人的神通被尽数打碎 恐怖战力震撼天地 这一幕 让诸位主宰都是震惊不已 这个叶峰 果然好强悍的实力 然而 三名主宰分别从不同方向杀来 神通不断凝聚 八蛇是天 巨 玉蛇主宰咆哮 体内本源天界爆发恐怖神力 凝聚八条巨盲锁定目风 细事棒驳撕咬杀来 万劫雷阳 目风凝聚万劫雷阳 一道雷阳轰杀向了其中一道巨蛇 通明之间 天地笼罩恐怖雷霆 这道巨蛇直接被爆碎 爆发雷霆席卷而开 也震碎了其他杀来的巨蛇 万千森罗 严罗议长汇聚天文 凝聚无数掌印破灭沙下 一道道暴击向目风 轰碎雷霆 轰杀在目风的十八道护体天罡上 不断打碎一道道护体天罡 而这时 明虎主宰咆哮 凝聚出了一柄巨大神矛 神矛伴随阎罗神通之后 直接动杀而来 阎罗神通破防御 他的神通主杀法 呵 目风冷笑 手中鼓煞出现 一剑挥出 恐怖的剑虎咆哮凝聚 剑虎一掌拍杀 凝聚一道可怕的黑洞 恐怖的破坏力重叠杀向了这主杀一毛 通隆隆 这神矛 在一道攻击下暴碎 恐怖的剑力冲击在二人身躯 两人吐血而退 神色惊骇 这家伙 战斗力太强了 呲 这样的联手一级 如此轻易就破掉了 这夜风实力真如此恐怖 己方诸侯望着这一幕眼眸中露出啊惊骇 忌惮之色 神欲灭神眼 玉蛇主宰又燃烧起了一股恐怖火焰 整个人 化为了一头恐怖巨蛇 此蛇长万里 身躯密布巨大黑铃 三角舌头 一排及两骨刺从背后探生而出 咆哮之间 一道凝聚的恐怖黑炎神通也轰杀在目风身躯 化为熊熊火海笼罩在目风身上 火海更化为一道道火蛇 缠绕在目风身上燃烧 困住他的身形 二帝三帝 上 玉蛇主宰咆哮 被打飞的阎罗 明虎折返而回 两人联手 两大神通疯狂轰杀向目风 夜风败了 被玉蛇的这道神通困住 阎罗 明虎 两人联手致命一击 足以杀他 夜龙主宰淡漠道 砰砰 果然 两人神通瞬间轰杀在目风身上 然而 并没有想象中打爆目风身体 只是将目风击飞了 撞击在了一颗巨大星辰上 怎么可能 两人不敢置信 哪怕是主宰神体 如此轰击瞎也会被打爆吧 然而 目风头顶上 一尊黑色道顶悬浮 笼罩的大道神力护住目风 那两大神通没有能落在他的肉体上 好戏 这才开场 被打入星河的目风 眼眸中爆发出了一阵阵恐怖的雷霆神力 青天神谋释放一道阎刃斩断困住自己的眼蛇 万象神鼎再次融入目风体内 释放出了一股恐怖的天道神雷力量融入万象几天 刷 目风瞬间化为一道快道大道主宰都难以捕捉的三色雷光沙来 瞬间冲到了冥虎身前千里楚 撞爆对方的护体盗狱 不 冥虎 瞬间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危险气息 毁灭神拳 目风一拳崩灭杀出 万象及天中伴随恐怖的雷霆神力 狂暴全盲摧毁一切轰杀在冥虎身躯 冥虎身躯不断爆炸 轰得一声 被一拳打碎肉体 太极神王笼罩而去 困住了对方大道神印 老二 二哥 玉蛇 阎罗脸色大变 然而 急杀了冥虎 目风瞬间又化为一道恐怖雷光 杀了实力最强的玉蛇主宰 手掌之中 一轮万劫雷羊已经凝聚而出 玉蛇怒笑 万里蛇区吐出毁灭神光轰杀向目风 然而 万劫雷羊爆炸 不断破灭毁灭神光 天道神雷凝聚成一道核心雷球轰杀在对方大口之中 砰 玉蛇主宰 头颅瞬间爆炸 大道神印被震飞 又急杀一主宰 这一幕 可是吓得反应过来的几位主宰无比震撼 说不出话来 碾压 完全的碾压之太暴打 一把捏住了玉蛇主宰的大道神印 目风提剑缓缓走向了阎罗 舒适缓慢 然而一步千里 不不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强 不可能 大道主宰怎么会这么强 阎罗吓得不断后退 惊悚绝望地望着目风走来 我给过你们三兄弟机会了 可惜 你们没有珍惜 目风冷漠道 突然一步爆发 化为一道万象剑光暴刺而来 穿越虚空 九重罗森门 阎罗咆哮 凝聚一道道巨大的黑色天门防御 腾 腾 腾 剑光暴发无上神力 一道道罗森门被刺爆碎裂 随后一头剑虎咆哮而出 打爆最后一道防御神门 轰杀在了阎罗身躯 轰 阎罗咆哮 身躯分裂在了恐怖的剑虎剑气之中 这一刻 十名观战主宰秉席 第3513章 刘明清史 一道三色神力交汇的大手凝聚 抓住了阎罗的大道神印 战斗 结束 这一刻 所有人 天地极静了下来 没有暴乱的能量和神力 使大王侯皆是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怎 怎么可能 这 这家伙 实力这么恐怖 御龙主宰 灭龙主宰等人面面相去 眼眸中都写满了震惊 三名主宰联手 都不是这家伙对手 这家伙 实力到底恐怖到了什么地步 沐风表现出来的实力 无疑让这些主宰大佬们狠狠地震撼了一把 阎罗 玉蛇 鸣虎 三人神魂皆是在大道神印的保护下 惊恐望着沐风 就你们这可笑的实力 也妄图封杀我吗 阎罗 沐风冰冷说道 随后 久由神火燃烧而起 笼罩三人大道神印 啊 三人惨叫出声 大道神印被燃烧 智考里面的神魂 交出我兄弟的大道神印 否则 别怪我夜风真的封杀你们万年 磨灭你三人神魂 沐风冷烈道 助手 我交 我交 阎罗痛吼道 完全被沐风可怕的战斗力吓坏了 阎罗的本源天界中 释放出了被封印的天赐大道神印 沐风一拳打爆大道神印周围的封印 天赐的本源神力涌出 凝聚出了新的身躯 封哥 天赐来到了沐风身边 他被抓后就没担心过自己安慰 知道沐风肯定会来救他 受苦了 沐风点了点头 随后望着三人的大道神印 冷漠道 阎罗 此时此刻我再问你一句 你黑玉道工 要不要搬迁出十三周 搬 我们搬 夜风 额饶人除且饶人 我们搬 阎罗此刻也不得不彻底屈服了 他们三兄弟都打不过夜风 恐怕十八路猴王 甚至竹龙天宫天道主宰之下 都没有人会是夜风对手了 这一刻 十方竹仔猴王也是沉默了 忌惮的望向目风 纷纷闭上了之前的讥讽之口 道主 怎么可能 道主三人都联手打不过夜猴 竹龙天宫天道之下 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黑玉道工的众多强者 也是惊悚望向了这一幕 内心震撼 黑玉道工的人听着 献你们三日之内 搬出黑玉王都 而且 不能动这里的固定资产半分 目风冰冷地望向黑玉道工的人 都听夜吼的 搬 阎罗碑吼道 他真的怕被目风封杀千年万年 让自己本源大损 黑玉道工的人不敢不听命 一个个开始准备搬迁 垂头丧气 十大诸侯中 有主宰叹席 道 以后恐怕我们十八路诸侯中 要以这个夜侯为尊了 该死 鸿蒙本源真的这么厉害吗 可以将一个人提升到这种地步 不少人望向聂龙 以前聂龙可是十八路侯王中第一强者 可如今 目风表现的实力 完全在他之上 聂龙主宰脸色殷勤不定 心中也是不知道什么想法 不过肯定不会是高兴 今天夜风如此强势 可以抢夺了黑玉道工的地盘 那明天呢 是不是也能踩在他的头上 而目风 目光也是冷漠望向其他主宰 淡淡道 各位远道而来 来我十三周做客 夜风当尽地主之宜 三日后会举办公宴 希望各位赏脸 夜侯客气了 哈哈 我们本来也是来祝贺夜侯正道主宰的 没错 今日一见 夜侯之风采当时我们十八路王侯第一人啊 夜侯之遥 我等怎敢拒绝 这些主宰们也纷纷换了嘴脸拱手笑道 我念龙舟有事情处理 就不逗留了 夜龙主宰冷漠道 直接离开 玉龙主宰脸色殷勤不定 最终还是换上笑脸 留了下来 夜侯 我们已经从令 可否放了我们 言罗道 你们斩我兄弟肉体 先封印个一百年再说吧 目封冷笑 三人全部被封印在了太极网中 这一日 夜风一人独占三大主宰 名声很快震动整个竹龙天狱 各方诸侯震惊 消息传到竹龙天宫 也让竹日等人有些不可思议 一人独占三名主宰 这夜风还真是个猛将 竹日惊叹道 这鸿蒙本源 倒也不算浪费了 天词猛将 可抵三主啊 静谧的湖面楼台上 风轻云淡 竹九英 正在和一名黑袍老人下棋 黑袍老人落下一黑子 道 夜风 以前怎么没有听闻过到 有麾下还有这人 竹九英淡淡道 此人是刚突破城的主宰 混沌太初开启 他得了逆天机缘 鸿蒙本源 正道主宰 鸿蒙本源 黑袍老人眼眸中光芒一亮 随后叹息道 鸿蒙本源这种逆天之物 被用在正道上还真是浪费了 是啊 早知本源出事 当初我也该进入混沌太初 是可惜了 竹九英摇了摇头 随后又问道 你的人 准备的如何了 黑袍老人淡淡一笑 道 已经安排妥当 时间定下来了吗 竹九英皱眉问 黑袍老人道 百年之后吧 到时候也请到 有部署好你的人吗 这一次定要诸天极灭 别忘了道友的沉默 诸天本源 我取一半 竹九英说道 放心 你想以立下契约 还怕我反悔吗 到时候 我甚至可以帮助道友 取代盘古圣域的第一霸主地位 你想联手 这天下公主我二人 黑袍老人笑道 竹九英淡漠一笑 此话也不当真 天下公主 混沌何其大 哪怕盘古圣域也无法一统天下 他如今最大的愿望也就是超脱天道 成就太初了 赤阳天宗搬入了黑玉王都 而黑玉王都 也换上了新的霸主 更名赤阳王都 十三周 这正是落入了赤阳天宗的手中 赤阳天宗 也成为了竹龙天宗能变数名称头最强的一个宗门 叶峰 叶侯 一人大战三主而胜 这一战也被写入了竹龙天宇大世纪史书之中 阎罗三人最终还是被竹九英命令放了 而沐峰 也在竹龙天宇深深插入了一柄利剑 然而 风喜云涌 真正的风暴已经快来了 第3514章 风暴之前 竹龙天宇 也在发生了一场变化 竹龙天宫 再度召开了一场高层会议 入会的 是竹龙天宇的十一位本族主宰 竹明浩 已经靠大道神丹突破成就大道主宰 成为竹龙天宇第十一位主宰 殿中 竹九英正座皇位 下方左右开头两排位置 为首的是竹日 竹浩两名天道主宰 其次便是竹药 竹明浩等八位大道主宰 西南异女 十一位主宰共聚 竹明浩眼眸中金光流转 一下子召集了竹龙族全族的主宰 这阵仗恐怕是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 父皇 人都来起了 竹日恭敬对上方的竹九英说道 嗯 竹九英点了点头 众人目光皆汇聚向了竹九英 这位竹龙之皇 天地兼第一条竹龙 父皇 召集这么多兄弟姐妹前来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竹明浩问道 没错 这一次召集大家前来 的确是有一件重要大事 竹九英望着自己的子女们道 上一次 入侵诸天神界失败 而这一次 我竹龙天狱 将和携神宇宙再度联手 再次入侵诸天神界 竹九英望着众人淡淡说道 要再一次发动宇宙之战了 这么快吗 这一天终于来了 上一次被诸天神界的人来了个釜底抽薪 此仇必报 诸位主宰们极为兴奋 一个个神情亢奋 唯有竹明浩 神色略为变化 不过瞬间恢复平常 父皇 请问是什么时候 竹悠悠说道 这是个美貌动人的女子 也是竹九英唯一成道的女儿 百年之后 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 上一次入侵 试探性居多 而这一次 十八路诸侯 我将调动十路出战 我竹龙天宫 也将派遣六支军团参战 留下四支军团自保就可 竹日 竹号 你二人带着竹药 竹咒 竹夜四人清律大军参战 寡人坐镇竹龙天宇 防止诸天神界顾忌重失 竹九英说道 这一次一次性 就派出了大半的人马出动 父亲 儿臣清求参战 竹明浩说道 十六弟 你才突破不久 还是陪父皇留在竹龙天宇吧 竹日说道 我突破来就位对竹龙天宇建功立业 这一次机会我如何能错过 竹明浩道 十六 你不许参战 留在我这里 你还没有和竹仔厮杀的经验 宇宙战场非同而戏 竹天神界有很多厉害人物 八大圣域之主都是天道竹仔强者 竹九英不容质疑地说道 是 竹明浩心中不甘 不过不得不听令 竹九英的命令无人可以违抗 他心中无比担忧起来 又问 父亲 不知这一次我们将从哪里开始打突破口 八大至高圣域有了上一次的警惕 恐怕对各大防线都布局严密吧 竹九英望了他一眼 随后对众人道 万妖圣域 根据可靠情报 万妖之主龙傲实力衰弱 被白虎神域的帝氏背叛打伤 消耗了大量本源 就以这里为突破口 竹日道使你戴上破日天宫 取龙傲性命 是 竹日道 而沉定将那头神界老青龙给父皇抓来 神界之龙 也敢称为龙祖 不自量力 竹明浩心中一臣 破日天宫 那可是竹龙天宫的天道神器啊 威力无穷 一件真的可以射爆巨大的太阳 那时大诸侯 该挑纳一些人选 竹浩问道 猎龙族 玉龙族 飞玉神豹族 玉蛇族 鸣虎族 荒龙族 蛮龙族 子文神雄族 天鸭族 九燕族 竹九英一下子点了十族 父皇 推举赤阳天宗 赤阳天宗之主 叶侯叶峰 实力惊人 大败鸣虎 阎罗 玉蛇三大主宰 如此猛将不用可惜了 竹明浩说道 叶峰 竹九英臣赢了一下 竹日也道 这叶峰实力恐怕是十八猴之首 父亲 我觉得他也可以派上用场 嗯 那就把黑日神豹族 换成赤阳天宗 严罗换成叶峰吧 竹九英点头同意了 会议之上 又商议了许多具体细节上的事情 这场会议 持续了四天之久 而此消息 也将下达将参战的十路诸侯 下达给叶峰他们 不过 竹明浩散会 回到自己神宫之后 就立马用传音神符联系了沐峰 赤阳王都 沐峰的私人神宫之中 沐峰 彩儿 接过来的凤九哥 清晚 清曼 西月 穆天 于心 秦儿 一家人正在吃着晚饭 这边局势安定许多后 沐峰就把自己的家人接了过来 如今沐峰的神通 把自己的家人从万妖圣御传送过来 并不是难事 凤九哥怀中 正搂坐着一名粉雕玉镯极为可爱的孩子 一岁多的模样 一双大眼睛灵动而清澈 正捧着一根奶瓶子溪水 这孩子正是凤九哥和沐峰的儿子 取名沐峰宇 意为年轻有为 朝气蓬勃之意 凤凰神族 孩子千年 为人类一岁 沐峰宇出身就蕴含了凤凰神脉 修罗神脉 雷霆神脉 三大神脉 天生蕴含本源 天赋惊人 可惜 沐峰最强的时空血脉没有被少语继承 而这时 竹明浩的传音也连通了沐峰的传音符 风得 要出大事了 竹龙天狱要对诸天神界再次下手了 竹明浩第一句话 就让沐峰脸色顺变 夫君 怎么了 西月注意到了沐峰的脸色变化 沐峰摇了摇头 离开了餐厅 出现在了自己的修行密室之中 什么时候 沐峰沉声问道 百年之后 这一次竹龙天狱将出动大半兵力 调动石猴六王参战 风格尼也将是参战人之一 而且 进攻的方向将是以万妖圣域为突破口 投入兵力恐怕在千万之上啊 竹明浩沉声道 沐峰脸色凝重 道 协神宇宙呢 知道协神宇宙的进攻方向吗 这个我父皇并没有透露 竹明浩说道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 明浩 你想想办法 看能否探出协神宇宙的进攻方向 第3515章 事态严峻 只有知道的协神宇宙进攻的方向 才好预防和布局 我会想办法试试能不能探出竹九英的情报的 不过 竹九英既然对我们都没有说 可见此时的保密性 不一定能探出什么消息 竹明浩道 以净烈而为吧 别被看出异常 不过 知道了竹龙天狱的进攻方向和时间 已经可以站得先机了 沐峰说道 竹明浩又和沐峰聊了很多会议上的细节情况 沐峰这才断了和竹明浩的联系 回去家人的晚宴 风儿 是出了什么事吗 沐天望着沐峰 感觉到了沐峰的心事沉重 父亲 怎么了 秦儿也望向了沐峰 沐峰沉声道 一确要出大事了 协神宇宙 竹龙天狱联手 将再一次对诸天神界进攻了 啊 此言一出 在场人都是脸色惊变 风儿 什么时候 沐天荆棘起身问道 百年之后 竹龙天狱将进攻万腰圣域 家人面前 沐峰也没有隐瞒 将这些事情说了出来 众人听闻之后 也都变得心事沉重起来 这个消息 我要立马告诉洛神界 沐天沉声道 嗯 邪神宇宙进攻的突破口 还不知道会是在哪里 是该通知诸天神界 让诸天神界早做预防 父亲 事不宜迟 我送你一起回去 沐峰也不耽误 大事为重 让沐天和他会洛神界 沐天进入了沐峰的本源天界中 沐峰直接利用本我召唤神通 将自己和沐天直接传送回了万腰圣域 自己的分身哪里 哀 于心望着消失的父子二人 重重叹息一声 有时候 他多希望自己的丈夫 儿子 只是一个普通的神灵多好 不必背负如此大的历史使命 良 放心吧 爹和夫君会处理好的 云清晚安慰道 对阿娘 风和爹都经历了这么多风雨 这一次一定可以帮助诸天神界走出难关 清晚 悦儿九哥等人夜安慰道 望着董事的儿媳们 于心温和笑道 我也相信他们 只是有时候不免担忧 他们肩负的都不是一个人的命运 肩膀上的责任太重了 爷爷 爹爹 消失了 少雨稚嫩的声音斗得众人一乐 伸出小手抓了抓父子二人消失的地方 慕风 慕天 两人回万妖圣语之后 慕风也是立马联系了洛神界的人 陆灵 轮回圣主董修竹二人也赶来和慕风密会 慕风将竹明浩的情报告诉了二人 两人得知之后 眉头都是紧锁起来 没想到 这些神宇宙的动作这么快 离上一次入侵过去也不过几万年不到 就想再次入侵了 董修竹神色冰冷道 如今关键的是 不知道邪神宇宙的进攻方向 我们很难布局啊 若是太早调动人马防守 恐怕也会被邪神宇宙的人看出端倪 洛灵说道 上一次两方会晤 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前兆 诸天神界这么大 要想防御柱不被入侵 这个不太可能 如今而言 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面对这一场浩劫 八方至高圣语间的顶级传送阵已经打通 随时可以应对这一场危机 调动人手方便 小枫 如今既然知道了竹龙天狱将对万妖圣域下手 你如何面对这一场浩劫 葛修竹望向沐峰 诸天神界 可能借我四百万人马 调动十名竹仔给我 我就能让这一次竹龙天狱来进攻的人 有来无回 沐峰说道 四百万人马 十名竹仔 这 两人面面相去 这已经是一方至高天狱的所有兵力了 而且 十名竹仔 这恐怕要彻底调动三方至高天狱的竹仔才凑得出这么多 这个有点难办 我需要和各大圣主沟通 葛修竹说道 如今已经到了诸天神界生死存亡之际 葛前辈 您转告他们 我万妖圣域灭了 那诸天神界也是存亡齿寒 沐峰沉声道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我会和他们好好沟通的 我洛神界可以抽出三名主宰帮万妖圣域 我轮回圣域也出两人 至于其他的 八方圣域各出人马 凑也会给你凑出这的人马 葛修竹向沐峰保证 多谢葛师祖 沐峰道谢 称呼也亲切几分 不过 你依靠这么点人手 如何能应对竹龙天狱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布局 洛林说道 沐峰淡淡一笑 道 若只是对付竹龙天狱 我的确是有办法 姑父 葛师祖 你们还记得我说过的金翅大鹏天狱吗 记得 你莫不是想在竹龙天狱后院放火 葛修竹猜测出了沐峰的一些想法 正是 竹龙天狱 和金翅大鹏族仇恨不浅 竹九英 和天鹏天狱争斗了无数年 这一次竹龙天狱进攻我们 抽掉了大量兵力 若是能将这消息透露给金翅大鹏天狱 利用金翅大鹏天狱 给竹龙天狱背后一刀 竹龙天狱不死也会被重创 沐峰冷笑道 已经想出了一个成人之虚的驱虎吞狼之计 不过金翅大鹏族不一定会听你的 也不一定会被你利用 葛修竹道 这就需要完整的布局了 百年时间 时间已经不多了 沐峰说道 竹龙天狱一进攻 恐怕邪神宇宙也会随之而动 我就就怕邪神宇宙也是从万腰圣域进攻 那样一来你如何布局也无法抵挡 洛灵说道 这种可能性很小 沐峰摇头道 我若有如此多人马 绝对不会从一处突破 也会兵分两路 一路正面攻击 一路流的从其他地方偷袭 竹龙天狱 邪神宇宙 我就是不知道 那个才是正面吸引目光的棋子 对方肯定也不会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我的直觉告诉我 竹龙天狱的攻击就是吸引目光的棋子 邪神宇宙 才是背后那柄要人命的尖刀 沐峰的分析也让二人赞同 态度就是让沐峰放手去做 第3516章 绝世男人 沐峰离开之后 洛灵 葛修竹也会了洛神界和轮回圣域 轮回圣域 禁地 轮回天海中 轮回天池 涌动大量的天地轮回本源之气 这里的轮回之力并非人力制造 而是宇宙所孕育 轮回天海中的天地轮回天道本源 控制了整个诸天神界大半的生命的死亡轮回 葛修竹来到轮回天池前 望着这浩瀚无边轮回天海 中心上空 有一方巨大的轮回漩涡 轮回漩涡之下 一道身影盘坐下方 它一身紫金色长袍 面容英俊 一双灿弱明星的眼眸中孕育交织无数的神纹 深如星辰大海 健眉鞋插入病 鼻梁阴挺 眉目间刚柔并济 眼若丹缝 面颊刚毅中透着江山柔情 纯现的刚柔一吻能醉到多少绝世佳人 整个人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一眼看去 正气和杀气并存 高贵与平凡同在 霸气与温和共生 峡谷和柔情都不缺 回眸间会不经意流露出一股悲逆天下的气势 绝世风华 世间难求 六种恐怖的力量在它上方交织涌动 酝酿无上神威 而在它的前方 还镇压插着一柄神剑 此剑涌动一缕鸿鸿之气 蕴含可怕的天地剑气 长无耻 剑饼为古朴的黑色 剑深雪白 剑骨中蕴含一缕金线神纹 剑锋又玄奥的剑纹 此剑涌动的可怕气息中 充满了毁灭的力量 然而 极致的毁灭气息中 又孕育着一股神秘的永恒力量 葛修竹过来 望着这个男人副手而立 眼眸中全是家人般的柔情 大哥 小家伙又回来了 男子平静出声 嘴角勾勒起一抹迷人的笑意 声音温和 嗯 他回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邪神宇宙 和猪龙天狱将要再次攻击了 这一次恐怕就不再是试探 而是要发动又一次宇宙大战了 葛修竹把沐峰带来的情报 完整地告诉了这个男人 爵士男子听闻之后 剑眉为咒 道 竹龙天狱的攻击 是明面上的攻击 是明刀 真正的杀气 是邪神宇宙这柄案件 沐峰和你说了同样的话 葛修竹笑道 爵士男子淡淡一笑 道 竹龙天狱选择攻击万妖圣域 恐怕也是得到了万妖圣域龙奥 衰弱的情报 二来 龙奥和我洛神界关系匪浅 万妖圣域被攻击 我洛神界不可能不出手救援 如此一来 会是什么局面 洛神界调出人手 而内部空虚 葛修竹脸色为变 邪神宇宙的目标是洛神界 葛修竹冷裂道 洛神界 是诸天最强神域 洛神界毁灭 对其他神域的影响都会很大 若是常理而定 他们以竹龙天狱配合攻击万妖圣域 我们出人去支援 造成的空虚的确是出手攻击我们的好机会 这是常理兵家轨道推论 然而 就怕这邪神宇宙恐怕更加狡猾啊 他的攻击 恐怕还不是第一时间针对我洛神界 他们能想到那一点 换个角度 我们未必不能想到 爵士男子咪着眼谋道 深邃的目光仿佛能洞彻一切人心和阴谋 你的意思是说 邪神宇宙主要的攻击 还不会放在洛神界 葛修竹惊讶道 功底三刀 不如断其一臂 诸天神界之中 我陨落了 洛神界虽然影响力依旧存在 然而 最强者 已经不在我洛神界了 你说 玄师最想除掉了第二个强者 会是谁呢 而且洛神界高手众多 一时间打不下 八方圣域之源到来 邪神宇宙也会陷入被动 他淡淡一笑道 无极圣主 葛修竹眼眸中金光闪动 不出意外的话 邪神宇宙 真正要下手的目标 恐怕就是无极天狱了 除掉了无极圣主 诸天神界 再无人能和玄使抗衡 目风没有能看透分析出的局面 却被这个男人得知些许情报后就看出 和其惊人的大局洞彻力 葛修竹深吸了一口气 道 若是如此 那无极圣主可就危险了 这只是我的猜想 也不一定就是如此 提醒无极圣主 竹龙天狱进攻后 无极圣狱立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联系其他圣狱 开通维持住和无极圣狱的时空通道 无极圣狱被攻击 立马支援 若是攻打无极圣狱 我正好和无极联手给玄使一个惊喜 男子立马就做好了应对的布局 那万腰圣狱哪里 万腰圣狱恐怕也是挡不住竹龙天狱的攻击啊 葛修竹担忧道 那小家伙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情报 还只点要了400万人马支援 恐怕他已经心有应对布局 我相信他 男子笑道 他能走到今天 不是偶然 葛修竹笑道 是啊 这小子 鬼惊得很 比当年的你也丝毫不逊色 老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 绝世男子叹息一声 不 诸天有你 天下之幸 你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 葛修竹坚定说道 绝世男子起身 没有说话 收了这一柄杀气力气极重的可怕神剑 身躯也消失在了轮回天海中 他高高在上 身躯凌驾在了宇宙之巅 一双眼眸望着无数星辰 星云 无数生命 没有永恒的天地主角 只有一颗不停运行的宇宙 我存一事 辩护你一事 晨曦别怕 有哥在 谁也不能伤害你 他喵喃自语 声音极为温柔 眼眸也是温柔如水 望着这浩瀚宇宙 宇宙中一缕本源神光出现 凝聚成了一位极为美丽的少女身影 对她俏皮地吐了兔舌头 男子淡笑 涌她入怀 静静地抚摸着她的长发 我做了一个梦 很害怕 少女轻声道 什么梦 绝是男子笑问 我梦见你死了 永远地离开了我 少女声音终略带一丝恐惧 哈哈哈哈 傻丫头 我死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放心 哪怕死了 哥也会活过来保护你 男子笑道抚摸着她的头 少女没有说话 更抱紧了眼前男人几分 第3517章 前往金棚 竹龙天狱 竹龙天宫 对十大诸侯下了战备的命令 这个命令也下达到了 沐风的十三州 释扬天宗 让其自建军团 扩张百万人马 准备战略物资 担要等等 接到命令的十方诸侯 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哥也都积极备战 沐风自己 也调动了一百万人马 来了赤阳天宗 回应竹龙天宫命令 而他自己 却离开了竹龙天狱十三州 和天赐前往了遥远的另一方 混沌天狱 金鹏天狱 金鹏天狱和竹龙天狱地盘揭 就隔了一条宽亿万里的星河区域 这片星河区域为界线 分隔竹龙天狱 金鹏天狱 而竹龙天狱的三支军团时刻在这片星河区域驻扎 防备金鹏天狱的进攻 无数星辰沉浮在混沌之中 混沌太空和宇宙太空最大的区别就是 混沌虚空并非真空区域 而混沌太空充斥着各种狂暴的能量 经常发生太空风暴 非肉体天生强悍 适应这里的生命不能在混沌生存 两人披心带跃地赶路 穿越一颗颗星辰 风哥 彭太虚这老家伙会相信我们的话吗 天赐担忧问道 他或许会怀疑 不过 只要把这消息告诉他 他一定会派人调查取证 我想 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慕风说道 彭太虚 也就是金翅大鹏族的第一人 首领圣皇 实力和主九英不分上下 两人从诞生来就开始相互厮杀 竞争 最后繁衍出了自己的两方了不得的族群 竹龙族 金翅大鹏族 成为七十二霸主之一 还是实力强大的霸族 非雷泽天狱这种霸族可比 这招借刀杀人若是成功 以后竹龙天狱恐怕再也没有能力和外语邪神狼狈为奸了 天赐冷笑道 最好是能除了竹龙天狱 不然 这个威胁就始终都存在着 穆峰说道 亿万里星河区域 对主宰来说并不是多遥远的距离 很快便穿越了这方星河区域来到了金鹏天狱的势力范围 有生命的星辰 大鹿 都是听命于金翅大鹏族 穆峰的藏天谷观中还有大鹏天狱 鹏远山 有鹏远山带路 穆峰自然不难找得到金翅大鹏族所在的天鹏圣星 天鹏圣星 一颗体积堪比竹龙圣星的巨大超级星辰 外面同样笼罩天道领域 要进入要穿越新门 穆峰收了大鹏天狽来 和天赐直接来到了新门远处虚空 终于到了 天鹏圣星 两人赶路十多天 终于到达天鹏圣星 两人直接降临新门之前 被护卫拦截要求登记 而沐峰直接释放出了一缕恐怖的大道威压 压得新门处的守门强者们一个个动弹不得 惊悚地望向了沐峰 沐峰 天赐二人也改变了容貌 也怕这里有竹龙天狱人的眼线认出 主 主宰大人 这位主宰大人 请问您是 一名守门主神惊悚望着沐峰 这股气息实在恐怖 夜月 夜山 麻烦几位帮我们二人登记一下吧 沐峰淡默道 凝聚出了一缕神魂印记 是 是 两位大人稍等 这手将立马亲自给沐峰 天赐二人将神魂印记登记在领域神碑上 恭送两人进入圣星 两人进入之后 这手将立马就联系啊自己的上头 书有主宰大能进入天鹏圣星 两名陌生的主宰大能来天鹏圣星 自然值得关注 若是主宰意图不轨那造成的危害可就大了去了 沐峰这么高调 也是故意为了引起人的注意 进入天鹏圣星后 两人便进入了浩瀚繁华的城市 恐怕不出半月 天鹏圣宫的人就会主动找上我们吧 天赐说道 恐怕要不了半月 我们已经被天道监视上了 沐峰淡淡一笑 他强悍的感知力 已经感觉到了天道领域对他二人的关注 天道领域就是彭太虚的本源天释放出的 天道界灵在控制天道领域 可以监视整个天鹏圣星 在天鹏圣星内 想找到谁 只要登记了神魂印记瞬间就能感知到 繁华昌盛的城市中人来人往 混沌之中也并不落后 有许多科技造物 不过这个天地 科学终究只是神学的陪衬 两人悠哉的在天鹏圣星转悠 仿佛来旅游的一样 逛得累了 便去茶楼中喝茶 酒楼喝酒 而天鹏天道 也一直关注着两人动静 有今是天鹏族的强者 主宰的道消息 也在关注着进入天鹏圣星的两名陌生主宰 第四日 天鹏茶楼 天鹏圣星最出名的茶楼 茶楼建筑的类似一个大茶壶 湖口处还真垂下神泉瀑布 周围都是湖泊 有站道通向其中 这里的茶都是上品的道茶 采制悟道茶树 长银可帮助悟道 来往皆是神帝 甚至主神境界的大人物 消费很高 茶楼中 每日更有修为强大的音系神修演奏 沐峰两人定了一个最高的位置 品茶 观看下方美貌情侣的弹奏 琴声绕梁 美妙动听 今日茶楼 所有位置更是坐无虚席 演奏的这名女子是名音律法则的主神强者 名灵溪 在天鹏圣星都有不小的名气 而这时 一群人来到了天鹏茶楼中 为首之人是名极为英俊的金袍青年 周围认识的人都纷纷打招呼 客气地称呼一声鹏祥公子 公子 没位置了 我们常坐的位置被人家占了 彭祥公子身边一名强者低声道 彭祥公子望向了平常自己所坐的位置 被两个陌生之人占据 眉头不由的一皱 不是抬举 竟然敢占我们的位置 翔哥 我去教训他 彭祥身边一名男子冷声道 且慢 不能破坏了灵溪姑娘的演奏 彭祥摇头 不让自己的人捣乱 带人亲自过去来到木峰和天赐两人的卡座席位前 两位 在下天彭圣躬 彭祥 这是我常坐的位置 希望两位能让给彭某 给彭某个面子 下方次楼还有席位 彭祥来到两人身前道 虽然没有霸道出手感人 不过与其看似客气 更有一种巨傲 已经是命令口吻 两个小子 快让开 我们翔哥的名声 想必你也有耳闻 不想摊上事情快滚 彭祥身边一青年冷笑道 释放出了主神威压 第3518章 瞎了狗眼 郑祥还算有点教养 这青年身为狗腿子 反而比郑祥还嚣张 典型的屈炎富士 见风使舵之人 周围几个雅座的人都望了过来 一脸看好戏的样子 沐峰他们的座位是最好 居高而上 斜下角度俯瞰下方擎台 一读美人真容 这主神的威压 对沐峰两人自然没有什么影响 谁家的狗 声音这么难听 天赐冷漠道 端起茶水轻轻饮了一口 面子 我认识你妈 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沐峰淡漠道 两人的话也是无比嚣张 彭祥脸色也是瞬间阴沉下来 极少有天鹏圣宫外的人 敢这么和他说话 他也是一名主宰的玄孙子 背景不凡 小畜生 你说什么 那青年大怒 一拍两人的桌子 结果两人桌子纹丝不动 阁下可知道 你面对的是谁 彭祥阴冷说道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不想知道 你也没资格让我知道 莫打扰我的雅兴 否则吃亏的是你自己 沐峰淡漠道 彭祥怒急而笑 天鹏圣星的高层人物 大人物 他谁不认识 这二人绝对不在其中 好歹 那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给我拖出去 割了这二人的舌头 彭祥冷声道 嘿嘿 得了 那青年冷笑 和另一人一把抓向了天赐和沐峰 涌动主神之力 沐峰不动 而天赐 双指一饮 茶杯之中 一缕缕茶水泵射而出 化为两道水箭 加持了可怕的力量射向两人手掌 吐斥两声 两人手掌直接被击爆 啊 惨叫声瞬间打破了琴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 望向了这里 那弹琴的美人 灵溪琴竹也是皱眉望向上方 李飞 李航 彭祥脸色为变 望着这两人的手掌爆炸 两人脸色痛苦 惊怒地捂着断臂后退 断臂再重生 小子 你们敢对我的人下手 彭祥暴怒 主神力席卷而出 不过尚未主神 我还敢对你下手呢 目风淡漠道 隔空一掌拍出 啪 一道可怕的掌力击溃了彭祥的脸上 彭祥惨叫一声 直接被打了一巴掌 人都被打得摔倒 卧槽 敢打彭祥 这两人什么来历 惹惑了 敢打天蓬圣弓 惊斥天蓬族的人 周围人也是惊讶望着这一幕 议论纷纷 没心思喝茶听取了 都看热闹 啊 这一巴掌打得彭祥有些猛圈 随后一声目吼 手中多出了一柄主神器 一柄精刀狂劈向了目风 目风伸出白皙的手掌 看似缓慢 然而瞬间抓住对方这一刀 空手皆神刃 周围人还没有从震撼中醒过来 目风手掌一捏 当狼 主神器灵惨叫 精刀直接被捏碎 断成了几节 彭祥惊骇 不可思议望着这一幕 能如此捏碎他的主神器 对方什么强者 主神王 至于主宰 他没敢想 怎么可能 李飞李航二人也是震惊望着这一幕 不可思议 空手碎神刀 这是什么强者 彭祥可是尚未主神啊 对方不会是斩道巅峰 甚至主神王吧 周围雅座的人震惊了 双方都控制了神力波及 这里也有阵法保护 这才没造成波及周围的破坏力 主宰几乎不出事 主神王 斩道巅峰 都已经是世界上的顶级强者了 整个天蓬盛兴 主宰实质可恕 谁没事会出来瞎溜达 这么容易碰得上 也没人敢想 二人可能是主宰 都以为是斩道巅峰级别的人物 甚至主神王 彭祥金怒望着沐峰 道 哪怕你是主神王 敢打杀我天蓬族子弟 你也必死无疑 净翅大蓬族都自称天蓬 信不信 我真宰了你 我也不会有事 我倒想看看 你如何让我必死无疑 沐峰淡漠道 瞬间来到了彭祥的身前 这可怕的速度 让彭祥都没有丝毫反应 弄插 沐峰的手掌 已经握住了他的脖子 一股恐怖的力量禁锢着他 彭祥脸色长红 惊恐望着沐峰 弄弄弄 沐峰五指紧收 彭祥的脖子被一点点捏碎 口中开始喷咏鲜血 助手 而这时 一声冷喝传来 只见一名身材魁梧的黑衣 中年带着一群人出现 此人面白无须 极为俊朗 双眸有神 极具威严 秦阁主 是秦阁主 周围客人纷纷起身行礼 极为做尊敬 这位秦阁主 可是一位河道境界的主神王 这天彭圣新珍 真正正被人知晓 有名有姓的强者 这天英茶楼就是他的 还有数千家分管 而这里 是总殿 那位客人 在这里这么大的火气 打扰灵溪姑娘弹奏 秦阁主过来冷漠道 这是来砸我秦某人的场子吗 他冷烈的目光望向目风 见目风还捏着彭祥的脖子 神色难看 他可不愿意添彭祖的人 在他这里出什么事情 虽然他也不怕彭祥 他背后也是有大人物的 他秦阁主的靠山 可是一位主宰的亲生子女人物 自然不怕彭祥 这不知格多少代的主宰后辈子孙 也只能吓唬普通人 秦阁主 救我 彭祥求救 书画时口中都不断涌出血水 目风随手一抛 就像丢垃圾一样 将对方丢飞 彭祥惨叫 被一股恐怖重力压迫在地上爬着 李飞李航去福 也咚咚两声 被重力压爬在地上 无比惊悚 秦阁主见着一幕 眉头一皱 望向目风 道阁下何人 为何来我天鹰茶楼闹事 目风丝毫不理会对方一样 坐回自己位置 瞧起二郎腿 双手靠在真皮座椅上 神情平静 这笔样就差没抽出支雪茄给点上了 目风平静道 我来这个位置消费 花了一万本元神经 这个位置 今天是不是我的 秦阁主淡默道 自然是 这是你闹事的借口 瞎了你的狗眼 目风激讽一笑 道你那只眼睛看见是我闹事了 我的位置 他让我滚 动手想对付我 我给他点教训这是闹事 第3519章 莫非他是 秦阁主脸色越发阴沉 当这么多人面前 被目风骂瞎了狗眼 他心中自然疼得就冒起了一股怒火 小畜生 你敢这么对我 敢在金鹏天狱 天鹏圣星这么对天鹏族弟子 你死定了 秦阁主 杀了他 帮我杀了他 彭祥争吼道 颜面大师 完全动了杀念 秦阁主望着目风 脸色冷漠 一挥手 他手下的人都将目风两人围了起来 秦阁主 你是个生意人 这么对你的客人 以后还有谁敢来你这里喝茶 目风淡淡说道 阁下和彭祥公子的事情我不想干预 更不想再让我天鹰茶楼见血 所以 请阁下出去 别打扰其他人喝茶 秦阁主冷漠道 我花了钱 你赶我走 喝 什么道理 我今日还就坐在这里 什么时候到正常打烊的时间 我什么时候走 想赶我出去 可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楼下的情女 继续弹奏 目风双手搭载软椅后靠上淡墨说道 秦阁主脸色一黑 道 阁下这是想闹事 我若想闹事 你们这里已经灰飞烟灭了 目风淡淡道 抬手对一旁的茶楼侍女道 给我倒茶 那茶楼侍女自然不敢动 反而后退了两步 给我轰出门去 秦阁主冷漠道 刺人瞬间出手 扑向了目风 天赐两人 都是尚未主神的强者 其中一人还是顶级主神 不知好歹 天赐冷恒一声 身躯瞬间而动 一道黑色闪电一样的光芒似闪而过 杀 刺人扑杀的动作突然一缓 眼眸中随后浮现出了惊悚神色 扑痴 扑痴 刺到鲜血蹦践 刺人头颅 瞬间同时从脖子上分离掉落 鲜血冲紧而起 化为血雨 尸体咚咚落在地上 躺了一地 一柄快到极致的剑光瞬间抹了四人脖子 而天赐 回到了原座位 身形仿佛没有动过一样 秦阁主演某瞳孔一缩 惊悚地望向了天赐 好恐怖的速度 天赐怎么杀的人 他丝毫没有看清 四人神魂也是惊悚望着天赐 秒杀四名主神 何道主神王 也不过如此吧 好可怕的出手 你看见了吗 没看清 这二人 难道也是何道主神王 很可能不然不可能如此嚣张 四人就这么悲妙了 茶楼中的客人们都是骇然失色 秦阁主脸色上的阴沉 变得凝重起来 他看不清对方出手 这也意味着对方怎么也是和他一个境界的强者 而且实力比他强 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秦阁主问道 来此喝茶的客人 楼下的情女 本座让你继续弹奏 你是没听见吗 沐风淡漠回应 双眸反而望向了楼下情台斜面上的情女灵溪 一股恐怖的神魂威压笼罩在对方的眼眸 灵溪背着一道眼神下的心神惊悚 这是何等恐怖的眼神 是他为蝼蚁 是在场人为无物 那种恐怖的威压感让他神魂都感觉瞬间窒息 是 是大人 灵溪回过神经声道 甚至不等情歌主的意见 双手继续拨动琴弦 琴声再度响起 然而 琴声中已经没有了刚才那般动听 他多心乱了 在场中人皆是在暗自猜测沐风的身份 谈指杀人 喝茶听取 谈笑风声 丝毫不惧怕情歌主和彭祥的身份背景 到底是何方大神 刺人被堕的头颅又接了回去 不过已经不敢再对沐风 天赐两人出手 所有人都盯着两人 天赐做得笔直 煮茶天茶 而沐风闭上眼睛 靠在座位上 很认真的听着情曲 手指还很悠然地随节奏敲打 两人是完全不在乎周围的人啊 情歌主额头上见了一些汉 这两人莫非是什么主宰王侯的亲子不成 如此肆无忌惮 背后有大靠山 哗啦啦 而这事 外面一阵阵铠甲摩擦声响起 一对识人的假释进来 这识人假释 身穿精灵艳灵甲 气势惊人 每一个都是主神境界的强者 为首之人 面容俊朗 一身合体铠甲让整个人英姿勃勃 气质不凡 天鹏精卫 赤鹏七将军 这识人一来 在场人脸色为变 执法权力最高的天鹏精卫 那为首之人 名鹏七 一名主宰亲子 和道主神王 天鹏圣心上也是微名远扬 七哥 您 您怎么来了 鹏祥上前恭敬道 一脸谄媚笑意 极为讨好 这鹏七才是天鹏圣族 京士大鹏族中的核心弟子 和他比起来 鹏祥只能算二流公子哥 鹏七大人 秦阁主也连忙上前抱拳道 不思进取 又来这种地方消遣时间 鹏七望向鹏祥 冷漠呵斥 七哥 这修行不也需要放松不是 您来得正好 这里有个家伙太嚣张了 敢打我 敢无视我们天鹏圣族 就是他 七哥 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啊 鹏祥手指目风冷声道 鹏七目光望了过去 人也走了过去 鹏想冷笑 小子 你死定了 落入天鹏 因为手中不死也掉层皮 在天鹏圣兴 天鹏族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终究惹不得 这小子 要出大事了 其他客人也是暗自叹息 这小子死定了 秦阁主也是一阵冷笑 他投鼠忌气 不敢对付木风 怕他有大背景 然而鹏七不用怕 他爹就是天鹏圣兴 无上存在之一 鹏七来到木风 天赐身前 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张目结舌 两位前辈 晚辈鹏七前来打扰了 鹏七抱拳公身一礼 姿态放得很低 极为恭敬 完全晚辈见长辈的姿态 嗯 木风淡淡回应一声 这 茶楼中的人都是一片震惊 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 鹏祥的笑容更是凝固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鹏七 对两人行晚辈之礼 什么样的人物才值得鹏七如此 鹏七可是主宰之子啊 等等 莫非 一个骇人的猜测出现在他的脑海 吓得鹏祥面色瞬间苍白起来 身躯开始微微颤抖 情歌主 也是如此 猜测到了什么 望向木风的眼神全是惊惧 敬畏 第3520章 拜会太虚 木风淡默回应了一声后 手指一旁的一个空位 到坐吧 是 鹏七又行了一个晚辈里 坐在了一旁的空位 这一系列的动作 都彰显出了一个态度 恭敬 完全面对长辈的恭敬 鹏祥等人望着这一幕 越发心虚了 七 七哥 他 他是 鹏祥心虚一样的问道 鹏七望向鹏祥 一想到刚才鹏祥说的话 眉头一皱 对木风恭敬道 前辈 刚才怎么回事 有需要晚辈帮忙的吗 他打扰我喝茶 要强占我位置 还想动我 木风平静道 鹏七文言豁然起身 声色俱力望向了鹏祥 鹏祥 给前辈跪下 什么 这 鹏七这一句话就把鹏祥吼蒙逼了 扑通 别说 鹏祥还真一下子就跪下了 额头上都是冷汗 他并不傻 从鹏七的态度已经猜测到了许多东西 秦阁主望向鹏风的眼神 心中也惊恐了起来 莫非 真的是 秦阁主心中一颤 连忙主动来到鹏风身边 恭敬恭身 道 前辈 刚才晚辈得罪了 而其他客人们更是震撼 有聪明人已经猜测出了什么 鹏风并未看他 望向鹏七 但莫道 是你的长辈让你来找我的吧 没错 我父亲想见您 希望您能随我走一趟 鹏七恭敬道 嗯 冒昧前来打扰 你却该见见主人 你带路吧 鹏风起身 他晓得二人修为在新门暴露 天鹏圣星的大人物必然会找上自己 天道戒铃就一直在盯着他 鹏七的话 让鹏想 情歌主越发惊恐 鹏七的爹是谁啊 鹏中天 天鹏始祖之一 负责天鹏圣星的防卫和安全 两位前辈请 鹏七恭敬起身请行 鹏风两人向前走去 七哥 这两位前辈是 鹏翔还是忍不住问了句 主宰 鹏七瞥了他一眼 但莫说道 轰 这两个字 还是振折住了茶楼中所有人 惊恐 竟未望向两人背影 正是主宰 尽管已经猜测到了二人可能的身份 不过从鹏七口中说出自然被完全证实 自己得罪了一位主宰 鹏翔瞬间面如死灰 心中发凉 这种恐怖人物 天鹏圣星上如今不过十人而已 各个是天鹏族老祖人物 如今自己得罪一位如此级别的强者 他心中发凉 刚才对方若是对他动了杀心 恐怕他已经被抹杀了 而且天鹏族绝对不会为他一个普通族人的罪主宰 主宰这两个字 对这个境界之下的强者有绝对的威慑 秦阁主心中也走一种堕落冰窟的感觉 想猛抽自己两巴掌 两位主宰 来自己这里喝茶听取 自己没有把握这个机会交好 还给得罪了 这TM 秦阁主都恨不得狠狠打自己脸 望向鹏翔 心中那叫一个恨啊 都是这家伙 还好这两位主宰脾气好 不然他和这天鹰茶楼真的灰飞烟灭了 主宰已经代表了天 天威不可犯 目封天赐二人随着彭七等人来到了一座极为雄伟的神宫 这神宫 是天鹏圣心最雄伟威严的地方之一 宛如一座皇宫 到处都是园林宫殿 主神随处可见 待客殿中 一名身穿金色长袍面容英俊的中年男子坐在正席位 他叫彭忠天天鹏族的主宰之一 目封天赐二人两名陌生主宰进去天鹏圣心后 他就得到属下禀报 两名主宰来到天鹏圣心 自然值得重视 看见有天鹏族弟子惹目封天赐后 立马就派人来请二人了 生怕两人和金赐大鹏族结仇 目封天赐二人随鹏熙来到了大殿中 对鹏中天恭敬道 父王 两位前辈带来了 嗯 熙儿你退下吧 鹏中天点头 我兄弟二人见过中天道友 目封抱拳道 两位道友客气 请坐 来人 上茶 鹏中天淡笑道 目封天赐落座 鹏中天道 夜山 夜月 是怎么称呼两位道友明慧吧 不知道两位道友来我天鹏圣心 是有什么事吗 可有我族能招待的地方 鹏中天开门见山道 这就是主宰的地位和待遇 哪怕是大道主宰 多一个主宰朋友 多一份力量 多一个主宰敌人 多一个种族大敌 中天道友客气 有些话我们也不妨开门见山 我兄弟二人就是来找天鹏圣族的 目封直接道 过来找我族 鹏中天眼眸中光芒一闪 二位找我族不知所谓何事 有一个大好处 要给天鹏圣族 至于这个大好处是什么 此时我要见太虚天主陛下才能透露 目封弹笑说道 他的话勾起了鹏中天的好奇心 大好处 还想见太虚天主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两位到底什么来历 身份 混沌中的主宰鹏某不敢说都认识 也知道十之七八 从没有听过二位名号 恐怕是假名吧 彭中天喝了口茶道 两位的容貌恐怕也不是真身 主宰人物 随便改变体型 容貌 让人看不出真容很正常 目封笑道 中天道友 让我叫太虚天主陛下 此时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彭中天望着目封 天赐 仔细打亮着 许久之后 一股强大的大道神念席卷而出 涌向天道领域 片刻后 彭中天道 我们陛下已经同意见二位 两位准备一下 随我面胜去吧 多谢中天道友 目封抱拳 我很好奇 两位来自哪里 彭中天起身带路 见过太虚陛下以后 道友自会知晓 目封依旧没有透露 见目封口风严格 彭中天也没有继续追问 三人腾空而起 冲向天鹏圣星世界的一处星空星云 飞向天鹏圣星第一人 今是大鹏族始祖 鹏太虚所在的太虚神功 去念见鹏太虚 而天鹏圣族的其他几名主宰 已经都得到消息 赶向了太虚圣公 要见一见这两名外来主宰 竟是大鹏族 以前一共十一位主宰的 不过有一人陨落混沌太初 正是鹏远山